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讲着讲着晃着晃着 今天1月18号 后天民主党拜登就要宣誓就任总统 当然到目前为止 我看网路上还是有人在做一些所谓的最后抗争 我不晓得现在FBI提到了这几天 在全美50周都有所谓不同形式的武力抗争 不过我好像还没有传出特别的 就是说华府你所在地大概有查到有人持枪 要进去禁区里面 现在我看华府现在戒备森严 各个主要的入口好像都部署了很多的国民警卫兵 还有一些警察了 我想恒星应该很清楚你在华府那里 是不是就像媒体所说的样的 那么样的戒备森严呢 现在 正是这样 正是这样 我这还不瞒你说我这个周末 其实一个忙啊 其中有一个忙呢 我还是到华府地区 就是华府周围啊去转 一个呢 是星期五 星期五呢 一大早我开车想进华盛顿 当然是想 先是想到那边一个南边的公园 我从北边过去 想到南边一个公园去转一转啊 散散步 结果这个就是所有的50号公路想进到华府啊 进不去了 然后他呢 那个 我是从阿里兰进来啊 然后呢 他呢 那个国民自卫队的那个卡车 然后都是核枪实战 真是拿着冲锋 拿着那个冲锋枪和这个手枪都拿着 然后呢 他呢 就指挥你啊 都堵上了 你就往往那边走吧 反正我一看 哎呀 我说这怎么可以走到那个 维吉尼亚了 然后我又掉了一头 我又往那个Constitution Avenue 就是墨 墨边上的Constitution 我又想开一件事 开一件事 结果他又把我那个 路呢 封上了以后 又往边上走 因为车还是挺多的 但是呢 他又给你挑出去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我就试了试 我就问问他 我说那个 我想去我公司拿点东西 撒了个小伙 我说那个 我想去拿点东西 我公司在K Street 后来呢 他说你有那个 Federal Government ID 联邦政府的那个工作证 我说我没有 我自己那个ID当时带了 我没带ID 但是我那个ID是有照片的 可是那个不是联邦政府的 联邦政府有专门的ID 后来呢 他说那不行 对不起 但是都特别客气 就把我给 让我走另外一条路 我又试着从北边 我说我就是华盛顿人呢 我自己试试吧 我又从北边绕着 从那个小路绕进去 绕到了那个State Department后边 也被堵住了 就是他所有的进入白宫的路口 就是星期五的时候就全部堵住 就是你所有的车辆已经进不去了 但是行人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行人没有任何问题 你可以走 然后我星期天 星期天呢 跟我太太就说 那既然这样 我们去看看你吧 我说那有什么好看的 我说还是去看看你 被拉着我去 这回呢 我就把那个我的车呢 就停在了那个里根机场边上 那因为他就在市中心嘛 然后呢 我们两个就走着 走着路就走进去了 走的挺长的一段时间 然后等于锻炼吧 然后就走到了那个National Mall的边上 在马丁路德金纪念碑前边那个地方呢 就已经全部堵住了 就是他这个堵啊 就是军车呢 已经就是换成那种打的那种 就是翻走车 运那个就是土石方的那种翻走车 然后把路呢 已经封上了 然后呢 但是你要想往里走呢 它已经有那种铁丝网 就是铁丝网叫做运动的那种 fence 它呢 就是把它都是连在一起 把整个的这个National Mall呢 把它围起来 把整个National Mall围起来 所以呢 就是我们等于是这边呢 是Independent Avenue 就是Independent Avenue上呢 是你已经不能走了 就是全部都被围在里边 然后呢 那边呢 是Constitution Avenue 这个被围在里边 所以西边呢 到这个林肯纪念堂 林肯纪念堂外边那条路都走不了 然后呢 这个东边我不知道 我没有去到国会山里面 但是应该是国会山肯定是被围在一起的 因为Inoperation可能是在国会山 应该还是历次都是在国会山嘛 所以呢 我想的现在呢 应该是 是这个 确实是戒备森严的 但是呢 其实也没有 还是很平静的 那你看我们走在路上 第一行人不多 锻炼的 跑步的 还是不少 还是就是你看到的基本上是锻炼的 然后当然有警察 有警察开着那个中国叫跨斗摩托 在那巡逻啊 大家就是应该说政府不希望出现任何一个 上一次在国会山1月6号的那种事件 毕竟死了五个人 死人在美国是天大的事情 所以应该说这个政府也不希望看到这个事情再出现 所以我想的是再有两天吧 再有两天以后我想 这个就应该趋于平静了 那逐渐的应该就平静了 但愿是今后呢 这个能够大家冷静下来好好地摆思一下 这段时间 这个哪些不足在哪 哪些问题在哪 可能我觉得这个对于美国的民族 这个推进啊 应该说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需要解决 就是走到了一个一个拐点的时候呢 正好也是应该把过去的一些问题 好好思考一下 好好清理的时候 这个以往啊 这个宣誓就职或政权交接啊 都是算是喜庆啊 算是喜事之意 但是今天美国总统大选的大选纠纷 到目前为止 让美国民众甚至在华府 甚至在国会山庄 白宫都看不出一些是喜气 至少我看来是这样的啊 没有任何的这种欢庆的这种氛围 那拜登宣布第46任的总统 那可能小布希跟这个克林顿跟奥巴马 都不分朝野的这个前总统都要出席 那当然川普已经表明他不参加1月20号 但我不晓得他这两天会不会 会不会临时改变主意啊 那如果他不参加这个宣誓就职 不以继任者的前任者的身份 参加这个政权交接的这个仪式的话 他是过去这 虽然是美国有史以来好像第四个 但是是最近这三五十年代 第一个是第一位 前总统不参加下一届总统的这个交接 那川普在任内最后 也因为1月6号国会山庄的这场暴动了 导致他被众议院所弹劾啊 那这也是美国有史以来第四位 第三位遭到谈和但第四位有谈和记录的 当然尼克森因为在谈和还没有成案之前呢 就已经宣布请辞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 不过拜登即将上台 美国媒体呢 有大概罗列了很多他未来所要面对的一些挑战 那白国幕僚长也提出来 可能拜登在后天就会宣布多项的一些这个措施呢 来不管是导阵啊 不管是往前冲啊 或是什么都可以 就像当初日本首相安倍 在第二次在上台的时候 提出安倍三支箭啊 希望能够刺激这个将近30年来 几乎躺平的日本经济 那当然现在拜登也听说有12支箭 那这12支箭呢 媒体是这样把它鼓起说 大概是为了这个新冠病毒 还有这个经济复苏的问题 加上这个环境 这个气候变形的问题 还有加上大家比较敏感的这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反正你怎么看待拜登幕僚长 白宫幕僚长提出了 拜登可能提出了这12支箭啊 到底能不能够有效的 因应现在目前美国社会政治 各方面所面临到的这种困境 应该是会有所缓解 我的感觉 因为现在呢 美国的这个这个 国内的政治 应该是进入到了一个非常 前一段时间一个非常强烈的 一个对抗 国家呢在这个政治选择上 这个民众呢有很多的政治政治分野 而且呢这个分野啊是是根深蒂固了 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抗 过去呢我们大家呢可能会是 这个不同的观点 我就我就求同存异了 但是现在呢会剑拔母章 呃 然后呢产生了很多的争论 甚至呢产生了这个暴力冲突 像这个1月6号的这个这个事件 所以我想呢这个治愈美国的这个工商呢 实际上是一个是重症之重 是重中之重 而且同时在此同时呢这个疫情 现在呢一直呢是在困困扰着美国 现在今天呢这个就是死亡啊已经大量的下降了 但是今天爆出来呢还是有在昨天 还是有1700人死亡 所以这个这个数字啊是非常可怕的 而且现在在这个像加州啊德州啊重症病房啊都都非常吃紧 现在加州已经很多的这个县呢已经没有重症病房了 这个就是像那个传染病的这个专用的病房呢也已经非常非常有限 所以呢现在新上任的马上即将上任的这个CDC的这个头 这个今天这个早上昨天 昨天还在还在这个电视上在讲 说呢他们估计呢现在可能在这个未来的一个多月到这个两个月之中吧 那可能呢这个死亡率死亡的人口呢弄不好会接近这个五百五十万 五十万 这个Half Million要接近五十万 所以这个呢确实是使得呢这个这个美国的这个现在的各方面的压力都压在这儿 大家都不敢出门啊都有各种各样的顾虑 所以呢因为疫情的这个原因使得美国的经济呢我一直在讲它被冻住了 现在呢解冻了几次啊都没有完全解开现在又冻回去 因为这个疫情的这个现在呢一直得不到这个彻底的改变 当然了现在有一个利好的消息那就是这个疫苗 这个美国的疫苗呢确实这两种疫苗呢都是非常现在看的都很有效 而且呢前一段就是上个礼拜吧已经被证明了说 现在呢在巴西和英国发现的两个病毒的那个病毒啊 这个疫苗就是美国这两个疫苗呢对他们都有效 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 而且它现在的这个这个有效率应该是在95%到99%之间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接种疫苗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方式 当然说能够到什么程度能够控制社会 这个整体的这个安全呢 现在据说呢要至少要接种到超过50%的这个民众 如果50%以上被接种了 那那个时候呢这个安全性就确实提高到了 这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了 现在呢这个你再发现这个就是生病了被传染呢 那个概率第一要降很多另外它延续了时间为后续一到两年之内 真正开发出特别的这个特效药 针对这个新冠病的这个特效药呢应该说争取到了时间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个应该说在未来如果是能够在未来一到两年之内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那现在疫情和经济问题呢应该说就是就能够解决了 就能够解决了 当然了气候变暖这个事情呢 这个还有环境的一些变化 国际社会的变化现在也是非常的紧 所以呢这也是这个周拜登呢一直呢 是一篇要解决的问题 而且我想呢这个呢还代表着他呢 因为要重新进入原来呢这个川普总统退出的那些国际组织 重新呢发挥这个美国的领导作用 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我想呢在这一点啊 我可能跟这个赵平兄你的观点不太一样 因为呢我是一直这个我对这个川普总统呢 这个就所谓的单边主义啊 其实呢这个单边主义呢是被迫的 不是不是他故意想这么做 他是因为走多边主义呢走疯 在过去呢跟欧洲啊跟亚洲的盟友啊 很多地方呢都是被撤转的 所以呢他要想迅速的在他的任期内 能够解决一些大的问题的话 那都是饥饿 饥饿呢他现在要把它给他这个澄清了 所以他采取了一些所谓霹雳手段啊 所以呢退群啊退群啊他一个一个的群退掉了 然后呢这个跟这个盟友呢这个打仗 给盟友加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 然后使得盟友们呢现在呢都很 对他呢是既恨又怕 那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我认为呢这个 这个形式啊有的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使得美国呢 在这个国际社会当中呢被孤立了 然后呢这个使得呢这个川普这个拜登上台了以后呢 会困难总统其实不是 我觉得这是正相反正是因为有了特朗普总统呢 在前的这四年呢这个打遍天下无敌手啊 然后打的到处都是都是战场到处都是这个施横遍延 这个呢确实给周拜登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他只要跟大家呢表示出来我要跟你握手言和 你看周卫会很多人会握手 这个因为现在已经向欧盟呢已经伸出橄榄枝有两个月了吧 这个现在呢就是大家都希望说这个 因为川普总统呢这个这个单打独斗的这个狠劲啊 他们确实受不了 而且呢他是那种叫不可预测 不可预见好多的这个uncertainty他突然回家睡一觉 他起来发个推特然后就把这个这个前国务卿 Tillerson就给就给fair掉了 像这种事这个我想周拜登做不出来 而且呢很多世界上很多的这个政府的官员 也想象不出来 他能说你的政策跟我想法不一样 哗我就变了 这个呢而且呢是非正常的渠道 他直接直接发了个推特就把它给fair掉 所以Tillerson那时候对这个记者说 说我是在推特上看见我已经被解职了 你想这个事呢在这个正常的这个政治家们啊一般不会做 所以呢像我讲这个呢只是我讲这个 就是说呢这个川普总统的这种习惯 所以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想在这个周拜登呢 他是本身是个限制派的政策家 40多年摸爬滚打在白宫 他回来了以后在外交这个领域上 实际上川普已经给他打了一个很好的一个 一个负面的一个坑啊 这个坑已经挖的 现在里头都填满了尸体了 那他现在呢他只要受他的mercy 他只要是把他的怜悯一受出来 那很多人就说 因为美国毕竟是这个全世界呢 这个真的他是一个道义的一个高地啊 而且在从一战二战尤其是二战以后 他在欧盟所建立起来的那个道德的高地 虽然在这个川普总统这个 在过去四年当中有所伤害啊 但是这个高地还在 还在我想呢这个 他如果呢这个稍微调整一下 现在呢我想这个形势就会有很大的这个倾斜 所以这个呢对他来说应该是个是个机会 另外一个呢就是就是刚才那个赵平兄你提到的 这个族群之间的这个融合 这个呢是他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我想美国呢在如何治愈这个在过去从1月11月3号以来到现在呢 这个两个多月的这个在美国民众当中呢 这个两派割裂 然后呢这个已经到了这个不可融合的状态啊 虽然现在呢大家冷静了一些 但是现在刚刚正如你说的这个 这个现在呢已经在 还有这个抗议的民众在宾州啊 在Michigan啊 在这个Georgia 还有几个州还在继续的抗议 有的是带枪游行啊 包括包括到华府来有那个昨天说逮捕了一人 逮捕了一位 逮捕了一位就是因为他那个没有注册的这个枪支 还有大量的弹药他放在车里开进来 所以呢像这些这个你说暴力事件啊要制止 这个呢是一方面这是极端的 这个呢还相对容易 其实在民众当中内心的这个这个问题呢 其实呢还是需要需要认真的慢慢的去弥合 我想呢这个事呢绝对不是 川普一个人所所能做的到的 这个把这个族群分裂成这个样子 这个不是 我想呢这个川普 这个最后11号这个只是一个突破口 只是一个火药的点火导火索 那真正呢实际上在过去几十年 从民权这个运动以来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直到现在 其实深层次的还有很多的问题 还没有完全解决 你比如这个主动歧视的问题 对吧这个事情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何况现在的问题是 大量的移民进入美国了以后 白人的原来的这个白人 这个是占多数的这个形势 可能会在未来的二十年左右彻底变化 没错 这个这个实际上是给这个整个社会的思想 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冲击 因为呢从这个南美洲以来的大量的移民 讲西班牙语他们不讲英语 这个大量的群体 另外一个呢就是黑人这个群体 还有呢就是亚洲的少数少数族裔的这个群体 那这些呢这些人呢都在福利上啊 在工资在就工作机会啊 在这个工资收入上啊 最后呢都要分原来占组织地位的这个白人的这个 这个族群的一杯羹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啊 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说如果没有一个这个包容的态度 而且呢应该有一套严密 严密develop出来的这么一套政治体系和这个权力保障体系 如果没有这一个那不会被各方面力量所接受 但是我想啊只有走到那一步 美国呢应该说才是走到了一个下一个台阶 就像1967年那段时间 因为这个马登路德金的遇刺 最后呢这个美国的民权运动走到了顶峰 那时候大游行 最后呢一直游到了这个波士顿 所以这个过程实际上呢是使得这个这个旋风吧 实际上使得呢美国民众重新思考 到底是我们白人应该垄断这个权力呢 还是应该跟社会其他族裔进行分享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呢美国呢实际上是一个进步的过程 当然付出的惨重的代价 这两百年的奴隶奴隶的历史结束了 但是呢这个马登路德金博士呢 付出了生命 今天呢实际上是马登路德金日 是他呢在这个70年前 这个遇刺的遇刺的纪念日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放假 我们都在这个 这个在应该说 需要面对金博士 面对马登路德金 然后我们怎么去思考 这个社会的进步 这个自己的这种包容心 怎么去分享 怎么去分配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但是我一直有信心呢在哪呢 我觉得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制度啊 它的制度呢 还有它主要社会结构 我觉得是有自信能力 是有自信能力的 这一点我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就像我们做会计学 在出现2001年的这个 阿瑟安德森丑文以后 不到一年就出现了 萨宾奥斯利法案 在后续的20年当中 一直是非常有效的 管理着美国的资本市场 所以这一点啊 我觉得呢就是一个美国 靠它的自己的政治结构 社会结构 这一块来推动 所以我想呢 今后可能一段时间 这方面可能是一个很大的 但是我对这个 应该说我 我对这个这个拜登呢 我觉得啊 他这个目前 我还是有很多的担心 他的这个 他现在的这个团队啊 虽然现在还没有 还没有提交到那个 到这个参议院去 因为我想这也是民主党 民主党的这一个一个 一个轨迹啊 因为现在的参议院这个 多数党领袖 还是Mitch McConnell 1月20号之后 两天以后就变成了 占叔叔了 所以所以这一点他们在等 所以他们现在没有把任何一个 这个奖命运内阁的这个提名人 没有一个送到参议院去 就是我们不用你这间 不用你这间参议院了 因为下一届我就是多数了 我就来掌握这个这个议程了 所以呢 我想呢 这个呢 目前我们所看到的 包括布林肯尔啊 包括这个 Curl Campbell 然后这个Yani 这几个就是这个财政部长啊 这些人选啊 当然已经都是媒体都传出来了 是个助理的人选 这些人呢 我其实就是 还是多少有些有些担心 这些人呢 在过去 他们是老牌的这个政治人物 虽然有些人呢 年纪呢并不大 像布林肯才40多岁 但是呢 他们的那个过去的政绩 和他们过去的思维的方式 我还是有所担心 所以我想 苏利文 苏利文40几岁了 布林肯 56岁了 哦 苏利文 苏利文 苏利文40几岁 不到50 所以我就想啊 像他们 他们呢 确实 确实是我 我对那个 传统的那个民主党的那个 几个头脑 我都不感冒 你知道吗 当然了 这个因为我还是 我 我可能有 有我的这个 这个政治偏见 也可能 但是 我尽量不 不带政治偏见去看 但是我实际上呢 对他们的未来的政策 我是 挺担心 但是 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 这个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 那选 选民选出来的结果 是什么 我们都要尊重 这个你不尊重又怎么样呢 我就是就像这回事的 你不尊重又怎么样呢 拿枪上街头 被人家 对 你拿枪上街头 现在这个这个时代 和这个当年在这个美国开发西部的那个时候完全不 而且那更跟那个独裁政权那更不是有回事 所以现在在在这个我看尤其是中文媒体当中啊 有一些这个川普的支持者啊到现在正向 你刚才提到的 他们到现在为止呢 还不愿意接受这个这个这个结果 这个 因为这个毕竟是 我就是老说民主是什么 民主是跟着多数人的意见走 但是保护少数人的权益 这就是民主 那既然你要跟着多数人的意见的 如果你同意我这个观点 这你就要跟着多数人的意见走 你不能说 哦 这个多数人的意见跟我的意见相左 那我现在就不要这么去做 那我怎么办呢 我就要拿枪上街 因为美国有宪法第二求人案 仁修有持枪的权利 确实你有持枪的权利 你也有上街的权利 但是别忘了 你这么做是在破坏着美国的安定和民主 而且你会为此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绝对是要付出代价 包括川普总统都在他的这个 后来的这个电视讲话当中都在讲 说那些参与 参加这个国会这个暴动的这些人 你们不代表我们的这个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 这个运动 你们是要对你们的行为负责任 这是他自己的 川普都说这个话 所以我想 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需要需要反思 尤其是我们华人朋友当中的创目知识 我自己就是创目知识 虽然有些朋友说骂我是这个trader 是这个是叛徒 我真不认为我是叛徒 我真不认为我是叛徒 巴林列伟跟彭斯一样 巴林列伟跟彭斯一样 对对对 要被吊死的 但是我确实我不认为是叛徒 我认为我是我尊重的是宪法 我尊重的是宪法 我对美国的司法体制 对它的选举的结果 我们要尊重 这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政治道理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政治道理 而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些这个华人朋友 尤其是我觉得很多是从中国大陆出来 他们把自己的这个思想感情 政治愿望当成了结果 而且受到了共产党的多少年的洗脑 那是什么呢 就是枪杆在那里头出政权 他们以为只要跟我们的意思不一样 跟我们的愿望不一样 我们就用枪去解决问题 那你真不应该在美国待着 你应该到中国去 对吧 到中国去用枪来解决习近平的问题 对吧 那你们不敢 你们过去没敢 现在也没敢 你们跑到美国来了以后 美国这有一个民主政府 每一个民主的政体 结果你们现在就要用这种方式 来破坏这种东西 我是非常 结果非常惋惜 所以呢 我觉得另外一个 大家应该特别冷静 特别冷静的看待这个问题 现在有很多的华文媒体 真的不像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我自己就在观察 你比如他背后骂我的 背后捧我的 各种这样的人 我其实我看的越来越清楚 所以我现在我推特上 我很少回回复 我过去是每一个留言 我都会去回复 后来我发现没有意义了 为什么 他们甚至有的人 你都想不出来 是给我提出好多的问题 给我交朋友啊 给我提了好多的经济学的问题 我后来我就发现 我如果要是回答 我曾经试图做过八个小时 一直在推得上回答他们的问题 嗯 后来我发现 错了 我这他们那些问题啊 其实你就去看一看那个 你稍微Google一下 那都是有答案的 用不着来问我 后来我就发现 实际上真的 他就是不要让我干别的事情 我要沉到那个里头 我什么事也不用做了 那你想有意义 对吧 你有意义吗 没有意义 所以我就想 我用这个例子想提醒这些网友们 哈 其实呢 你真的 你们老用阴谋论的观点啊 去判断这回的大选的结果 就是从我的经验和我的认知 我认为不存在 这是第一 第二一个真正的阴谋 是在你们那推特的后边 或者在你们的留言的后边 那些真正的戴着面具的推手的人 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留下来 你想想他们是什么人 他们告诉你的很多的都是虚假的信息 最后你往前冲 你往前冲 实际上浪费的是你的什么东西 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觉得我们还是什么 用一些政治 就是常人的平常人的common sense 常识做判断 不要做那种道德识 要用常识做判断 那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自己也轻松了 而且是什么 你可能更逼近于事实的真相 所以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忍惊 回过头来看看过去两个月发生的事情 回过头来仔细去思考 然后把自己融到 融到美国这个民意融合的过程 大家跟着美国的民主意识再次提高 我觉得那个才是我们应该做 如果你提到那个社交媒体社群媒体 不管就专业人士像我你我之间 我跟你有同感 我觉得社交媒体有些有真实姓名的 有真正身份的 你可以比较稍微正常的 你如果看到这个都是用代号 或是用一些根本就不是真实名称的 可能要稍微小心一点 就是说你在跟他互动当中 要避免受到伤害 或是被陷入到他的陷阱里面去 我提到这个拜登现在要上任之后 面临四大问题里面 有一个问题你刚才用很多时间的陈述 就是有关于种族歧视的问题 那这问题拜登要强调团结 美国团结这样一个主族利益是很好的 但这东西是很深层的问题 你讲的没有错 美国再过大概20年左右 到2040年2050年 美国白人的demographic就改变了 就不到五成了 这是很多经济学家人口学家 甚至政府的机构里面你都可以看得出来 西语义的人口会大乱激增 因为黑人非洲裔的这个选民跟民众越来越少 所以美国未来会进行某种程度改变 当然亚裔的人也会增加 但是增加的幅度并不是很多 我想中国跟一样 中国跟亚洲很多国家 现在也不太来美国了 我想恒惊你也知道 为什么很多人不太愿意来美国 因为毕竟美国移民 移民的路很难走 走很辛苦的移民路很难 所以你现在看到日本南韩 日本很南韩 韩国甚至台湾 或是像新加坡香港 很多人不移民美国 不移民英美就是这样子 因为移民之路真的走得很辛苦 会走得好像感觉 比你在亚洲过得还辛苦 然后后来你会问说 为何我要这样做 这个只是为了小孩子教育 是最大的动力 但是好像也是可以讨论 不过我觉得拜登 他提到那个美国团结 能不能够有效的去做某种程度的 对美国种族歧视的 或是民权平等 做某种程度的修补 尤其现在目前的社会对立 那么样的严重 我倒是觉得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很难说一篇文章 几个做法 然后就能够改 不过拜登现在提出了十二次件 很多都不用国会通过了 只要做行政修正 包括这个推翻 穆斯林国家旅行禁令 包括这个参加巴黎气象公约 或是说对一些助学贷款的延长 或是说对因为疫情的关系 导致房贷付不出来延缓 这都是用行政命令 但是你觉得国会呢 1.9兆 1.9万亿的这样第二次纾困方案 在贺锦丽现在要 请持这个联邦参议员 担任副总统 然后担任当然了议长 这个1.9兆亿的这种1.9兆的这个 纾困案 你觉得应该在参众两个应该没有问题吧 我想应该能过去 这回呢 因为在现在这个形势下 这个在川普总统呢 因为原来呢 已经纾困法案呢 提到呢 是这个每个人呢 是给这个六百块钱 每个人给六百 现在呢要涨到了一千四 川普总统原来提出来那是两千 两千 然后呢 现在呢变成一千四 所以我想呢 这个从两千呢 又降回到一千四 刚才说六百的那个已经通过了 现在又降下来一个一千四呢 这一块呢 这个应该说呢 是比较符合现在共和党的一个 基本的看法 共和党之所以组织这个原来想推进这个两千的这个法案呢 实际上呢 这个重要的是不愿意债台高筑 现在呢这个联邦联邦的这个这个外债已经达到了二十三万亿 二十三万亿 所以说呢 整个这个共和党的这个这个状态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所以我想在这个时候呢 共和党不愿意不愿意呢再在这个问题上呢阻止 因为这个事情啊本身是一个取悦选民的一件事情 你给大家发钱嘛 大家谁都愿意 这个收钱的人从来不想说这钱是谁出的 其实都是我们出的呀 对吧 那钱也不是说是拜登出的 也不是南希·佩洛西出的 更不是这个这个米奇·麦卡诺个人出的 他也不是印钞印出的 为什么印钞不能啊 美国有非常严格的这个联邦储备法案 所以他做不到 那怎么办 就是纳税人出 那落到谁 我们每个人都是纳税人 对吧 都是我们来 我们来做 当然可能是下一代 但是我想啊最终还是我们两个人出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这个共和党呢 现在呢就是不愿意说 目前呢再为死 再付出巨大代价 而且顶住这件事 所以我想啊 可能呢这个会归通过 会归通过 另外一个呢 这里头还包括这1.9万亿 还包括有6000多亿 这个是专门是用于这个疫苗 疫苗 这个接种啊 这方面的政府购买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应该这个不通过的这个理由不充分 所以我想呢应该会过 应该会过 但是有一点观察啊 我倒觉得有一点观察 这个拜登呢 你要看到他第一个这个 这个叫就职了以后 第一个State 这个State of Union 那个TOP 这个是一个啊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那个 他的那个Budget 他的这个国家的预算过得去过去 所以这一点啊 会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这个我想今年的这个这个国家预算 如果过不去的话 那今后三年可能都过不去 今年如果过去了 那以后呢 这三年就有可能会比较顺 所以前提是什么 过去和不过去的前提 是民主党愿意不愿意放下身段 跟共和党来合作 那就说在很多的问题上 要进行他的政策上的调整 你比如不能够太左转 不能够像AOC或者Bernie Sanders 转的那么快 像社会主义的方向转的太快 他呢一定要回归过来 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那我想这个共和党呢 有可能会合作 但如果不合作 可能奥巴马的后尘呢 最后呢就是周拜登要不 为什么呢 就是在奥巴马的任期 他两届八年 只有最后一年 才这个预算通过 而前七年都是在 就是靠这种紧急法案 紧急法案 一个一个去勤款 到国会去勤款 那工作量大了去了 工作量大了去了 所以呢 而且呢这个名声 官声特别不好 所以我想呢 这个跟共和党这个合作呢 可能是后续 这个 这个 卢拜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当然他原来他做了很多年的 这个共和民主党的参议员 他跟现任的 这个很多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 包括Mitch 他们其实都是很要好的朋友 那这个呢 这个工作我相信 可能后续呢 会相对容易 看他身段有多软 所以我觉得 后续的这个 他的这个 甭管是十二之间 还是四个方面 国内治理这一块 如果没有共和党的合作 他的路走不远 那在两年以后的中期选举 可能就会出 就会 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一点呢 我想他需要 需要多做努力 不过你刚才提到一点 我本来想问你 你提到AOC 还有联邦参议员 那个Sanders 的社会主义 因为最近刚好 也跟朋友在聊天 为什么这些选举 尤其华人选举 都一直认为民主党上台 拜登上台之后 美国很可能走向社会主义路线 那为什么呢 如果这个川普继续执政的话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那么担心 到目前为止 不愿意接受选举结果 那么担心 美国会走向社会主义 或者是说 我们讲白的一点 就是说 为什么他们一直认为 只要民主党 或是拜登上台 美国就会走向社会主义 为什么 我不懂这个逻辑 对我想这个呢 跟这个共和党的选举战略有关 这其实呢 也不完全是共和党的选举战略 这跟这个民主党内的建制派啊 他们的主体意见呢 是有关的 所以呢 你看啊 在这个民主党在提候选人的过程当中 实际上呢 最早的时候 像这个Bernie Sanders 是呼声非常的高的 而且呢 像上一届 在2016年那次选举 也是Bernie Sanders的呼声非常的高 差点就把这个希拉里挑落马下 但是最后是什么 是Super Delegates 就是说这个超级的选举人 那个票 就是他们党内投票的时候啊 这些人大量的 这些都是建制派的老的政治家们 民主党的 他们大量的串票 串完票了以后 他们把 当然串票不违法啊 串票他们就把他们自己的观点 汇总一下 然后都投给了希拉里 这一点表明的是什么呢 就是实际上呢 这个Bernie Sanders 和后起的这几个女性的 这个包括AOC在内的 这几个女性的参议啊 这个众议员 他们的观点呢 实际上是在挑战 这个传统的 民主党的这个 这个传统的理念 因为呢 他们呢 就有些太左了 走得极端化了 包括像这回 像AOC提出来的 对所有的 川普的支持者 要进行登记 然后要在各个地方呢 要对他们进行更多的约束 对川普的支持者啊 都不是说 你说你这个 有这个打砸抢记录的 不是 说对坚定的川普的支持者 只是用语言啊 用文字啊 去表达的 他说要把他登记起来 以后呢 要对他进行制裁 像这种呢 是完全违背了 一个民主社会的 一个基本的 言论自由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原则 所以像这种事情呢 他们也可以做 那你想 这个事情呢 很多的建制派的 这个政治家 他们是很担心的 所以呢 这个 在民主党内选举的时候啊 这不是共和党 给他们贴的标签 是民主党内 这个初选的时候 就已经被 他们身上被贴上的标签 就是社会主义 所以后来AOC也好 这个 Bernish Sanders也好 他们过去曾经都说 他们的观点 是社会主义观点 结果 他们到最后都改口了 都说自己不是社会主义 他们是社会福利主义的观点 他们变成了另外一个 就是说呢 从极左 现在变成了中偏左 那这个过程啊 实际上当然已经有点晚了 所以那个意思呢 就是说大家很担心 那最后解决的问题的办法是什么 就是不让你当选 不让你当选 那大家就把票捕到另外一方面 这个时候再加上 这个共和党的因素 所以共和党呢 上来了以后 大家呢 在最后两党绝读的时候 就是更多的贴上标签 贴上标签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很担心了 而且呢 那个时候传出来消息 Bernie Sanders专门 Bernie Sanders和Elizabeth Warren 给那个Joe Biden打电话 就是做起来谈判 都做了好几次啊 就要求Bernie Sanders 这个Joe Biden 要Promise 就是要承诺 他当选了以后 他要接受Bernie Sanders的这个 这个左派的这个观点 要给这个免费的这个 免费的这个上大学的机会 要给这个这个公共医疗 都是免费的 像这样的观点呢 都要求Joe Biden进行承诺 结果是什么 Joe Biden不承诺 Joe Biden不承诺 但是这件事情 也被共和党也抓住了 共和党当然发现 就很明确的说 那如果Joe Biden当选了以后 那美国就变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然后就怎么办 当然这个就是logic就过去了 就过去了 他现在的所以呢 这个也是就是选举当中的一个 贴政治标签的一个战术 但是最后能走成什么样 我相信呢 这个美国是三权分立的一个政体 所以呢 我相信这个国会呢 会阻止 而且呢 这个如果Joe Biden这样往那边走 我相信他也不会往那走 太远 但如果真走 那国会会阻止 另外你就会看到 在国会的这个这个议员 议长的这个选举的这个过程当中 实际上呢 他们也在挑战Nancy Pelosi 就是以这个AOC 这个为首的几个 几个就是相对左 左派的那个阵营 然后直接就挑战Nancy Pelosi 虽然他们没有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 但是他对Nancy Pelosi的这个连任呢 实际上是很多的微词 所以我想呢 这个也是Nancy 当然一直年龄 另外Nancy已经非常明确的说了 他不再谋求联任 再两年 再两年 再有两年 他就准备卸任了 所以我想呢 这个也是在未来的这个政治变化当中 可能会要考虑的一个因素 OK 这个再两天 拜登就要宣誓就职 他的演讲 或是他未来的做法 包括这十二支箭 到底能不能够暂时 让美国目前处于比较失控的这种社会 能够止血呢 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 不过一月二十二再两天 除了宣誓就职之外呢 现在美国有先进行新网CNN 还有纽约时报的披露了一个新闻 这个我不晓得新闻的正式性 大概多少反弹很快就会应验的 就会知道这个川普总统来打算在两天之后呢 这两天 这两天等于是分两阶段 特色一百个人 这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百个人不是特色一个人 或特色十个人 特色一百个人 这个我不晓得那么多人去找总统特色 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做了虧心事了 还是怕说一月二十二之后变天了 担心自己入狱了 然后这边还传出来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 还传出来这个要寻求特色的 还有金钱交易的 还金钱交易的 所以包括也扯到了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这个美国总统这个川普的私人律师 他还是前纽约市长 川普最近对朱利安尼好像也不太满意 连这个律师费也不给他了 当然不小心故意骂给大家听的 还是真的是这么回事 因为他的一千两万块的顾问费 确实是非常高昂的一件事情 在不管媒体啊 不管社会大众都是都是嗤之以鼻 都是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川普特色一百个人 到底这一百个人听说 还包括他的前测试 非常核心的班农 已经被起诉了班农 因为诈欺罪被起诉了班农 你怎么看他特色百人 这样的一个大规模的这种司法的行为 我倒觉得我不以为然 因为特色百人其实也不多 真的不多 你看到现在为止 川普总统实际上是使用特色权最少的一个总统 在过去的几届总统当中他最少 这个克林顿总统啊 任上了 对特色了将近五百人 他总共啊 他将近五百人包括他自己的亲弟弟 当时呢 因为做生意啊 然后出现了问题 最后他也把这里特色了 所以呢 这个这个呢 就是我倒不不以为然 但是这里头有几个点 我们得看 因为呢 第一个特色啊 特色呢 实际上并不是说这个你这个人呢 没有判罪 他特色并不是推翻法院的这个判决 他是说呢 这个法院判决你有罪 这是第一大前提 这个他并不是阻止法院判决 但是呢 他是什么呀 他是给对你的这个对特色人呢 他实际上是表示呢 政府的这个仁慈 这个总统的人慈 这是他要展示的 为了 比如说族群的这个团结 比如族群的团结 然后呢 这个民族的团结 那最后呢 做出一些做法来 这个呢 是为了表明仁慈 而不是说真的要赦免犯罪 如果要是错了 要使用错了 可能这个特色宪法 给予总统的特色的权利 其实就是被滥用 但是呢 我们还得要说啊 这个我老用但是 但是确实是得要重新说 就是说呢 我们 你既然尊重法律 那现在法律没有修改的时候 那总统就是有这个权 总统就是有这个权利 所以那没办法 你说这个错了 你滥用权利 但是他有这个权利 而且是宪法 那怎么办呢 你也不能说 我就回家拿枪去 我就怎么怎么着 那也不对 那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通过你的议员 你的民意代表 去改变修改宪法 做一个下一个的修正案吧 对吧 这才是一个正常 这回特赦 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川普总统的特赦 他已经特赦了两个很 很著名的人物啊 这回在这个1月6号 这个事件当中发挥作用 一个就是这个 这个Roger Stone Roger Stone是他原来的特事 然后呢 是他的这个advisor 然后呢 在这次1月6号的上午 他跑到这个 这个最高法院门前 在那个游行的抗议的人中间呢 他呢一直在那做演讲 就在最高法院门前 他一直在讲 什么 要用第二修正案 宪法第二修正案 解决问题 那第二修正案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可以用枪 推翻一个无德的政务 这个就是 这个宪法第二修正案 就是大家可以拥有枪 是能够捍卫自己的权利 所以Roger Stone就在那 他是刚刚被 被这个川普总统给赦免的 刚给pandant出来了 结果他就去做这件事情 1月6号 另外一个是谁呢 就是麦克弗林将军 原来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然后他呢 做了几十天的这个 安全事务助理 最后呢就可以发现 有罪 为什么收受美国的这个 收受俄罗斯的这个贿赂 然后呢 就最后出卖自己的office 然后做这些事情 最后判刑了 然后 川普总统 就在前一段把他赦免 赦免完了以后 他马上就跑到白宫去 参与了川普那个 那个最后的那个 那些advisor的那个会 提出来用marshall law 来实行戒严 把这个被偷走的选举结果夺回来 你就想啊 这个事呢 我就觉得 我看了以后 我真的是挺 挺失望的 我对川普很失望 就像他们这样的人 我叫我是总统 我是不会特赦这样的人的 为什么 你这时候这有点乱用权力了 因为什么 他是你的你的朋友 他给你站在你个人的利益上 你总统可是美国的总统啊 对吧 你这一点我就觉得 就是有点不行了 那你想 这是他过去他特赦的 其中的两个人 那一百多人 他其中两个人这样的 然后他下一步 这回纽约时报爆出来的 说下一步的特赦的是 这些包括谁 包括朱利安尼 对吧 可能包括了他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的孩子 儿子啊 这个女儿啊 女婿啊都参与了 这个他整个的这个政府的运作和 就是说这个后续的这个民众情绪的推波助澜的这些事情 这些这个时候呢 他们担心他们可能会在未来的FBI调查当中和司法部的未来的调查和起诉当中 他们可能会被定为有罪 所以呢为了保护自己 所以才会有川普总统 后来就他身边的人爆出来 他有两个大名单 上百人的大名单 啊这大名单当中就包括了这些人 然后呢 还包括了这个 这个 Bernice 那个那个那个 Steve Banner 嗯 然后呢 甚至有人说呢 可能还包括他自己 这个川普子 所以这件事情啊 就是说呢这个 这个呢 你就感觉到啊 我的感觉呢就是 这个权力 总统的特赦的这个权力 宪法赋予的权力呢 有被滥用的可能性 有被滥用的可能性 这一点呢 我是真的是有担心 但是呢 我还是那个刚才的观点 就是说呢 宪法给了这个权力 在宪法没有改变它的时候 我们呢 只能认 我们只能认 那下一步怎么办呢 应该通过自己的 你所在地区的议员 国会议员们 应该提出宪法修正案 如果说达到了足够多数 那就可能会被修改 这就是我刚才说 民主制度是什么 跟着多数人走 保护少数人的力量 而且你要相信 你要尊重司法判决 那就是说 已经给了你这个权力 你在修改宪法之前 你不能够剥夺总统的纪有的权 那没办法 那就是 谁让我们自己认定这个 对吧 我们认定了 我们要尊重他 我们可以改 但是不是改前头的人的做法 而是改后边人的做法 后边人不能这么做 你不能说 前头人已经那时候 我们做追击既往 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那不是法的精神 法律本来就是最主要精神 塑及既往 不过你刚才提到了这个 到底川普会不会自己赦免自己 美国宪法规定总统可以赦免 但是也没有说 不能够赦免自己 但是现在那么多的官司 那么包括美国 包括马哈德 我们纽约马哈德 南区联邦检察官 已经在弦上 已经针对川普集团 很多在采取所谓刑事调查 我不晓得 说不定川普真的会 特色自己规定 我想班农 朱凯亚尼 甚至他两个儿子 包括或者他女婿 库斯娜 或是女儿 都有可能在这个名单里面 我想他这个重视特色了 可能在社会观瞻不太好 但是也没有违法 宪法规定也没有违法 所以你这种可能性 你觉得他会不会自己干脆 就一次设定自己 免掉他一些事情 或者他甚至一下已经被弹劾了 他没办法参选公职了 他给自己一条 留下活路了 有没有可能 我想可能还是有的 因为川普吧 川普我们刚才讲 川普总统 他做事呢 是没有 你没有章法可循的 就是咱们这些正常人 你猜不到 他有时候会突然就变了 那他到时候脑子 最后突然就做出这个决定 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 而且呢 他做过什么事 我们不知道 你不知道这个他做过什么事 所以呢 他可能他自己最清楚 他做过哪些事情呢 可能是触犯了法律 所以呢 如果要是他自己知道 我从来没有过这种 触犯法律的事情 那他不用我赦免自己干什么 对不对 但是如果说 那我们这个反推也是这样的 那就是如果他赦免他自己 这也就说明他自己知道 我做过那个事 现在还没有被法律追究呢 或者还没有曝光呢 但一旦曝光 我有可能会被追究 所以呢 那我去设自己 但这个到那个时候啊 可能他也不在乎 你想这一点 我不是说 我这点我确实我挺瞧不起的 但是呢 这个你也得服 这个事呢 你就比如那个时候 原来的那个那两个那个妓女的那个事情 对吧 那两个妓女的事情 你要咱们可能都找 钻个地方 找个地方钻进去了 躲起来了 但是他还是在那挺着 然后讲 讲来讲去 最后 这一人给15万吧 最后呢 把这个消音 消完音了以后 又被抖出来 抖出来又又折腾 折腾去 最后他老婆都不干了 不干了以后 你再看 总统出来讲什么 他还照样那么去讲 对吧 所以这一点呢 你就很难 你很难想象 他可能会做出什么 所以这一点 我挺瞧不起的 但是咱们瞧得起 瞧不起 不重要了 不重要了 这个事最后 最后走成什么样呢 可能还需要 还需要这个 这个 最后说法院认定了 最后呢 如果他真做了 那我觉得呢 就是我们只能不追究 不追究 那我们只能往前走 对吧 我觉得 如果你讲那两起事件 只是其中而已 很多人都说 这个案子搞不好 连一个 连一个篮球队的队员 都还超过 还不止这两个人 不过 我同意的看法 自己最清楚自己的 你可以欺骗别人 但欺骗不了自己 所以你自己做的案底 其实很清楚 我后来想到一点 伊万卡这个川普现在 苏格兰也不能去 本来明天要去苏格兰 对不对 本来明天苏格兰也不能去了 然后玉尔斯 现在听说在 要在Anders 这个空军基地呢 发表这个 离别赶年 然后飞到他的海湖庄园 去过他暂时的这个 退休生活 那伊万卡听说要参加这个 佛里达州的这个 对对 联邦选举嘛 这个搞的鲁比佑 也非常的这个 非常的 不高兴或者怎么样 这个感觉 川普集团可能 要从纽约 这个移居到佛罗里达 这个好像看起来 这个态势蛮清楚的 对应该是 应该因为这个 纽约州呢 这个虽然 纽约州大面积的都是红 可是呢 纽约市太大了 1000多万人口 这一个一个城市 就把整个纽约州给带蓝了 所以呢 这个川普总统 他和他的家族 想在纽约州再崛起 难度很大 在政治上啊 但别的你这个社交生活啊 有些人抵制他 我不以为啥 我觉得朋友还是朋友嘛 你这个这个 他如果伤害你 那你跟他翻脸 那他没有伤害你 那或者是这个其他的 原来还是同学 所有的同学都拉黑 这个伊万坎 我 我觉得这个有点 有点过 他除非他是一个 真的一个大坏蛋啊 但是我们 我没看到 没觉得伊万坎 那么是一个大坏蛋 因为他爸爸 有些做法跟你 可能不太一致 最后 这么去做啊 我我至少我不会这么做 我不会这么做 但是呢 从他在政治上 以后的想追求的事情 如果真 伊万坎有政治诉求的话 那确实 他移民到 移民到这个 对 那是一个红州 所以呢 那个呢 对他未来的这个 政治上呢 这机会呢 可能会更多 但实际上 前总统的这个 家人 亲人 最后出来 再参与 社会生活 其实呢 这个成功的都不多 成功的不多 所以我倒 觉得呢 如果明智的话 应该做一些 其他的选择 这个好好做做生意嘛 或者相扑教子啊 或者做一点别的事情啊 做一些社会公益活动啊 其实比 也非要在 在这个参议院 众议院 或者白宫 甚至白宫上呢 去做什么 那些呢 我觉得可能会 更有 更有意义 所以我不觉得 这个家族 应该说 这个可能 大家会看到一年吧 我们再看这一年 我觉得一年以后 就应该是 这个说 这个说川普 是不是能够自己阻挡啊 或者是 这个 是不是能够再掀起 新的波澜呢 我觉得一年以后 就应该看见 所以我 其实我对 我对那一块 我真的不觉得 这个有多大的可能性 成功的 他有愿望 但是成功的可能性 应该不大 他的问题太多 主要是问题太多 最后等问题 一个一个澄清 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 被拿出来了以后 可能会 就是我们很多人 可能会大憋眼镜 到那个时候 所以我倒觉得 就是我一直说 大家应该冷静 就是把自己的政治判断 搞得清楚一点 不要用感情 去替代判断 替代理性 所以 哎呀 但是最后怎么办 他要是 他要 我们的政治判断 跟他们的政治判断 不一样 他们的政治判断 跟我们不一样 很多官员带 很多官员带 是有很多那种 大头症的去向 你没法解释 没法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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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不以为 他们跟咱们是一样 其实要咱们看 咱们是 因为咱们确实 没有当上过官 没有当过什么大官 所以呢 你没有那感觉 咱们觉得脑不清醒 咱们要当了那个官了以后 估计也很大 嗯 大概过不了 过不了那坎 不过我会想到一件事情 你觉得 Andre Young 杨安泽 因为我昨天看那个视频啊 他现在动作平民 他昨天跑到这个Flash 去看那些申请 申请那个Full Bank 那些低收入货 申请Full Bank 给粮食银行的这个食物啊 排队排得很长啊 我有我几次 偶尔几次去Flash 我看到了真的是 也是真的蛮辛酸的 这个天气那么冷 现在天气那么冷 排队大概要排好几个小时 三五个小时 就为了领了大概一百多块的这个粮食的事情 这个题外话 你觉得Andre Young 应该是有了很大的这个知名度 他提出的那个刚开始呢 大家对他的那个给发一千块钱的这个 对一千块钱的这个这个理念呢 都是都是觉得是个天方夜谭 但是呢后来呢已经有很多的人呢 他他说服了很多的人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这个呢 机会呢应该说是他的机会呢不小 但是现在看我看了看他的竞争的对手 我也是前一段看他的演讲 看了看他的竞争对手 我感觉呢应该是机会还是还是有的 不能说有多大 但是应该是有的 他现在的这个支持者啊 这个少数族裔是肯定会支持他 另外一个呢黑人裔就是低收入的这一块 这个他肯定会支持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我觉得他还是有有机会 另外呢我就会看他走的那个路线啊挺对 他走的真的是那个亲民就是在底层耕耘 所以我为什么说他就是即使选不上市长的话 他也会选到议员 这个或者参议员或者农医院 他都有可能在哪 因为他走的是这种最底层的这种耕耘 这个你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在美国这种环境里的话就是要做底层的工作 你只要做的够 那老百姓就认为你真的是他的代言人 你要真的为他们代言的话 他就会把选票给 这就是 跟川普一样 对所以我的感觉呢 就是他如果深耕 他坚持下去 现在我看到就像你看到的 我现在看他的那个走向 基本上就是深耕当地 他在去努力做 所以我觉得我还是挺钦佩他的 我觉得他有这么大的决心 想去为公众服务 这个还真的是有理想主义的那种精神 所以我觉得应该对他刮目相看 看看了 站在亚裔 站在华裔 Andrea能够往上 更往上一层 都是我们所乐见的 这个 没错 他有一定的这个像 就像刚才恒青熊熊分析的 他走非常底层 非常接地系的这个起步 那当然这起步对他是有帮助的 他学历那么好 这个Brown University的经济系毕业 又在Columbia 那个JD 一个法律学位 本身对在华裔街这种Venture Capital 又非常熟悉 看看他有没有机会 如果有机会 当纽约市长 那是全美最大的城市的市长 这是不容易 对他自己个人在政治生涯上面 都会很大一个帮助 很大一个帮助 好 这个再来我们想谈一谈这个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这个两天之后拜登上台 全世界都在看 拜登上来知道怎么样处理中国的问题 跟中国的对抗关系 到底怎么样能够缓和下来 是不是不想缓和也可以 怎么样继续对抗下去 或者是怎么样转个弯 我们都不知道 那当然习近平现在也在 积极在筹划 到底怎么样跟拜登来交往 包括这个杨洁篪 包括这个王毅 甚至他的这个北京中南海的心腹 这个王富林我想 都提供了很多意见给他 你怎么看待 因为像我看到一些媒体 开始在分析这个习近平 怎么样应对拜登的上台 你觉得 习近平现在心里怎么想 拜登上台之后 他应该怎么样去处理他这个问题 这次疫情好像感觉一年前 这个摇摇欲坠的习近平 反而一年之后 现在非常茁壮 这感觉非常茁壮 美国现在全世界各方面 还因为疫情 还是能遭受到非常严重的这种 比实在这种灾难 而且还没有办法走出来 然后现在最新的报告 我今天上节目之前看到了 这个中国去年GDP2点多 2.53 2.3 2.3 是书不搭着手意外之外的好 所以你看怎么样 习近平怎么 他的势头在哪里 他现在的这个盘算是什么 习近平呢最近呢 几次讲话 几次讲话呢 都在讲一个说现在呢 这个时和势都在我们 都在谁 都在中国共产党 时就是天时 天时在我们 是现在大势所趋 是也在我们 这一点啊 就是我要说的 是不是这样呢 我其实是打一个大问号 我今天也是 我在对 我今天在听那个 早晨起来 也是看了那个新闻联播 就是那个CCTV的新闻联播 就是刚才 张明兄讲到的 这个今年 国家统计局的这个 这个GDP的这个数字啊 就是初步统计的数字 已经出来了 今天是15号 18号 他现在已经 对已经出来了 是这个 这个GDP 2020年 这个GDP呢 总数是101万亿人民币 然后呢 是比2019年 是增长了2.2% 还是2.2% 2.2% 2.3% 这么一个比例 OK 说这个呢 也是前一段时间呢 这个国际社会 你都认定说 这个今年 中国是主要 世界主要经济体当中 唯一一个 唯一一个 GDP是正 没错 OK 那如果是这样啊 我想呢 这个 这个呢 这是习近平认为呢 说我呢 这个时和事呢 都在我手里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是这样啊 我想啊 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他真的是这么想的吗 我 其实我画 我画一个大文化 如果真是这么想的 我就想啊 赵平成你说 你要我一直 我的一个观点 因为我是一个 自由主义者 这个经济学 所以呢 我呢 一般的观点 我认为都是 我是主张小政府 大社会 所以我一直认为呢 政府实际上是 产生的是成本 政府去管理任何一个地方 产生的都是成本 都是要社会来买单的 所以我一直认为呢 政府呢 是越少越小 越好 越少干预 正常的市场运作 正常的经济运行 老百姓的生活 干预的越少越好 如果不是反过来 那实际上呢 是越来越坏 但是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在习近平治下 我们可以想在过去的 2012年到现在 8年的时间里头 习近平推行的 核心的就是一件事 就是呢 党领导一切 党领导一切 那党领导一切 现在已经变成了通过 这个四个意识 两个维护 已经变成了我领导一切 我就是习近平本人领导一切 所以他一定要变成他领导一切 那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这个中国没有前途 没有未来 因为什么 因为任何一个人都不是神仙皇帝 都不是能够知道知道上之 上之天文下之地理 纵古论金都可以都可以覆盖的 何况是一个这么一个人 当然他也是我号称是我学兄啊 我们清华化学系 跟我同系 我们曾经住过同一个楼 当然了他比我早了很多了 他是文革当中的学生 721工农兵大学生 但是我就想啊 即使他有大学 也不足以包揽天下士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推行的那一套东西啊 原则上是跟现代政治文明相背道而驰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还能得天时地利吗 人和吗 所以呢这一点我说呢 我肯定是不同意的 而且呢现实是什么 现实是什么 刚才说了GDP 2020年呢 最后呢他的GDP是正的 是2.2级 将近2.3 OK我在这个年初的时候 我跟小平在那个 他那个明镜编辑部上 我们做过一期 做过一期节目 我他让我预测 这个中国的这个GDP 因为当时疫情发展起来 我当时给出的结论是什么 是负增长1.6%到1.7% 16%到17% 哎结果现在你看 我错了吗 我真不认为我错哎 我真不认为我错 为什么 这里头有几个地方啊 他最后怎么能够从那个状态最后 变成了 2.5 percent 这里的有几大 几大因素 几大因素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政府购买 政府购买 政府购买 这一块啊 GDP也几大块 政府购买这一块 是他的发展的最重要的核心 正是因为这个核心 就有他把什么呀 把GDP这个数带起来 这个数带起来了 实际上是什么 我们可以看我举三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巨大的费用是什么 造军舰 造导弹 墙兵 这一块今年就光大学毕业生 解决不了就业大量的去当兵了 这件事情是国家购买当中很大的一块 这个产生了GDP 产生了GDP 这个GDP对老百姓的生活有没有好影响 我想我不用再分析 第二个比军费增长还快的是什么 维稳 维稳的费用 今年维稳的费用 还是比军费高八千多亿人民币 那你想这么多的钱维稳了 抓一亿人士 压制矿工 各方面做这方面的工作 八千多亿人民币 这个东西是政府购买的 政府购买的 那他对经济 对老百姓的生活 日常的生活有没有好处 你可能说有好处 我反正看不出来 我是被打击的对象 我更看不出来 所以呢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很大的一个 是什么呢 是这回抗击疫情 抗击疫情这是几万亿 几万亿扔进去 这都是国家购买 都在GDP里头啊 这回的这GDP里头 这回的疫情 你知道这个花钱啊 我就想给你一个 给听众朋友一个概念 这回准备全民打疫苗 原来可没说这个疫苗 是免费打的 原来啊 中国的疫苗可不是免费打的 结果就是前两天 这个他们财政部专门说了 说这回啊 宣布说 全民免费打 这个疫苗啊 而且他透露出了一个数字 不是我说的 大家可以去查 财政部会拨款六千多亿 为这回全民注册 注册这个疫苗接种 这件事情六千多亿 这个进入GDP 那我就想说了 我就刚提了这三大块 这就好几万亿了 这好几万亿可都进入GDP啊 这个对老百姓的生活 有多大的影响 对你的生活 真的有什么好处吗 而你的生活是叫什么 是在花你的钱 花你自己挣的钱 我们国务院总理都已经讲了 有六亿多人月收入不足一千块 这是事实吧 如果是这样 你说大量的人 最后呢 说已经全面脱贫了 现在八百多个县 已经全面摘帽 全面脱贫 今年是全面奔小康了 所以我们如果GDP 要再不量力 可以吗 不可以 所以我一直在讲 我说中国的经济 不是国务院管出来的 也不是劳动人民干出来的 是中宣部整出来的 是中宣部整出来的 你这搞出这些GDP 没有用的 而最终解决问题的是什么 现在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一带一路 外向型经济 现在回归了 现在叫内卷了 卷成什么了 卷成了大循环了 内循环了 内循环就得靠咱们老百姓 花钱才能有循环 所以最近 党中央都出来在讲啊 什么叫爱国 花钱就是爱国 这两天好多工资啊 在网上都在讲啊 花钱就是你爱国的表现 所以那个谁啊 那个叫什么袁腾飞 袁老师就讲了一段 哎呀给我看 斗死我了 袁老师就讲 说这花钱是爱国 你花钱了吗 你花当然袁泽飞这个 骂骂咧咧的假 说你花钱了吗 对吧 你花了多少钱呢 你要那么爱国 你就应该先花钱啊 我告诉你 谁花了钱 谁把钱都花光了 只有那六亿 月收入都不到一千的 他们把钱都花光了 为什么 因为他那钱 根本就不够花 他生活都捉襟见肘 他都不够花 但是那些中共的权贵们 那些当官的 你们花了吗 你们没花 你们根本 你们想花都花不完 但是你们没花 你们为什么不爱国 所以我讲 这个就是 那未来 我觉得 习近平 为什么一定要讲 时和事都在我们这一边 因为他内心打鼓 但是脸上要装出来 他要说 这几百个省部 省部级的领导人 你们要跟着我 共度时间 他一直在讲 共度时间 现在是最困难的时机 所以呢 我还得坚定信心 所以我说他叫什么 他讲的那个话呀 连自己都不信 底下那些小鬼大鬼们 哪个也不信 说给谁听呢 说给普通老百姓 其实普通老百姓 也不信 而且这些当官的 包括习近平自己 也知道大家不信他 也知道大家不信他 他说给谁听 所以我觉得国际社会 大可不必为此所动 大可不必为此所动 真的是这个中国的状况 实际上现在叫风雨飘摇之时 风雨飘摇之时 随时可能大煞将清 那既然是这个样子 那我觉得大家应该坚定一条 我觉得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更多的可走的路 那就是坚定自己的路 坚定走我们自己的路 那坚定走民主 民主的这条路 那推进民主 这个时机应该是一个好的时机 我一直在说 大家对政府的倒行逆施 就站出来说不 对吧 对那些城管上街打砸墙 那些人我们就要说不 大家都说不 这事你看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就没了 所以我觉得 我真的不太相信 他们所讲的那些东西 因为我就是学经济 就是看中国 对吧 所以我觉得我是这么看了 所以我说他说 时和事真的不在他 不过这个经济大师啊 这个御用的这个学者 林毅夫提到这个换道超车啊 我是好奇他换什么道 超什么车 因为以前我们常讲西风东进 现在变成是 他们认为是这个东升西降 我们东边升起来 西边在降 我想大家也知道 这什么意思 你觉得林毅夫讲这个换道超车 换什么道呢 超什么车 林毅夫是从你们台湾 你们台湾逃出来了 所以我老说他是 他不承认他逃出来 他还不承认 哎呀你们那个 他那个案子 那个叛国罪那案子 是不是还没撤呢 那个时间已经追消息过去了 他本来一直拿回来 后来几任的国防部长 都不敢做这个捷律 让他回来 因为你一让他回来 你等于推翻了所有以前 这个台湾对这些 犯到同样相同案例的人 都不公平了 对 而且呢我觉得像林毅夫 林毅夫你想 咱们就说他从台湾逃到大陆 你说他追求光明也好 怎么到里面也好 他呢最后呢活到现在 他很聪明 他聪明的是在哪呢 他聪明的就是他投其所好 他这么多年啊 一直混迹于这个中共的官场 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的学者 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投其所好 所以呢像刚才讲到的什么 这个换道啊 原来叫弯道 现在改叫换道 换道换的什么道 我先回答这个问题 原来是那个道是什么呀 原来是硬碰硬的跟你竞争 然后是什么呀 叫偷窃技术 用市场也好 用人挖人也好 千人计划就是挖人才嘛 然后让你是什么 叫带枪带人 一块投 投奔光明 投奔祖国 所以呢 最近FBI不是抓到的什么 好多的都是什么 带着技术 带着这个 这个cow day 带着这个 这个这个文件 然后甚至是带着疫苗 带着这个 这个生物制剂 哎 坐飞机 都在海关被截住了 截住了 以后都给都给弄回去了 但是这些 这个都是什么呀 都是过去弯道超车 所谓的弯道 在弯道 他们就想着 哎 咱们开着车 到弯道的时候 你小心要 要怎么着 我加速 我加速 但是啊 一个国家管理也好 技术发明也好 这个产业建设也好啊 其实来不得虚假 来不得虚假 那言外之意是什么 弯道超车 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 不是一个可取的方式 那这个时候 林以赴又提出来 叫换道超车 现在又换道超车了 怎么换 原来是什么 是外向型经济 对吧 我两头在外 对吧 两头都在外 现在外向型 给打实了 打实了以后 这一带一路 现在越来越不好走 这个被一方面原来的 这个长期的这种债务 让这些在外国的这些 一带一路国家 背负了大量的债务 这已经变成了现实了 大家都感觉到这个 现在不敢再往前走的 这种大前提 第二一个 疫情 使得中 这个一带一路国家 开始收敛 在这种情况 那这时候开始 我刚刚说内卷了 内卷了 那这时候 我换一个道 换个道 抄谁 抄自己 要超越自己 我换了道了 换成内循环了 刚才说了吗 爱国主义 用爱国主义的办法 让大家都买东西 大家都买东西 来都来消费 都来消费了以后 我的GVP 一样感应超美 他在给什么 他在给习近平 给他的理论 不是给他的观点 来背书 给他研究出一个理论 他希望下回 这个中央台 或者中央再开会 就要用他的这个观点了 为什么呢 这个人啊 就是这个样子 在前一段时间 疫情严重的时候啊 美国这边发钱 就是上回那两 一千二百块 是一千二百 一千二百 一千二百 上次发钱的那一次 出困计划 那个时候中国搞的 出困计划是什么呢 搞的不给你发现金 搞的是什么 给你发购物券 代币券 给你的代币券是什么呢 他是要说 你要花到75块钱 我给你补25块钱 用这种方式 或者是你要花到50块钱 我给你补足到100块 我给你补50块钱 言外之意是什么 前提是你必须要花到50块 等于或者花到75块 你要花这个钱 然后呢 我给你多一点商品 政府给你补那一部分 然后呢 就做这件事 就是很多的人啊 就不 就不敢 就感觉很不对了 那你干嘛不直接发 发我钱呢 因为什么 因为像很多的老百姓呢 底层老百姓 我不能去出去工作了吗 我家里没有钱 我没有那75块钱拿来花 我需要的是 需要政府救济我 而有那个75块钱 或者50块钱 能拿出来花的人 他不是最困难 他不需要那么强烈的救济 正好反了 但是中国的理论是什么 这样的话 我就用75或者50块钱 我可以带起来 100块钱的消费 我不是GDP就起来了吗 这个时候你知道 你们台湾来的林毅夫 就开始做了一个背书 我专门看了 仔细看了 他说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 这个 发这个代币券啊 这是最适合中国的发展 语无伦次 讲了好多东西 讲了好多东西 我给他分析来分析去 用经济学角度啊 分析来分析去 没讲出任何实质的东西 他就是东拉一块 西拉一块 讲了讲了一大堆 实际上什么 他就是要为中央的这个政策 做背书 为什么 因为他吃了人家的饭 他必须要端着别人的碗 你不看别人的脸吗 何况他是主动的去端这个碗 主动的去要用这个脸 你甭管是冷脸还是热脸 去贴你的冷屁股 他是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呢 我说他真的不值得 不值得一看 这都是这个真的是一个 我要我们说这个叫什么呀 就是真的是烂人 扎人 真的是扎人 OK OK 我们不管他是扎人还是人扎 或者扎男 我们不管他 我赶紧进度 我们新歌在线上 等待来 对对对 跟这个横行来辩论一下 这个以前北约北大西洋共和组织的最大敌人是来自于北方俄罗斯 现在中国的整个崛起 现在欧盟也刚刚脱 英国脱 那现在整个欧盟也大概开始紧紧 这个整个中国的威胁 拜登也提到过了 拜登要上台之后会修补个美国跟欧盟之间关系 这个关系是被川普破坏了 那现在德国非常积极在等待这个拜登上台 也提出了很多建议 也认为北约现在太小 以后要成立一个所谓跨大西洋的一个组织 这个组织才能够来嚇阻中共 我们很简单分析一下 你觉得这个德国外长 德国议员 或甚至拜登有可能六月份上台之后 第一个出榜的地方 除了加拿大之外 就是英国参加G7的会议 今年G7六月 去年取消 因为疫情连到今年六月份在英国举行 你看这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怎么样变成跨大西洋的一个民主联盟 我想这点实际上是一个 这个德国的一个所谓的 你不能说叫亡羊补牢 德国现在他希望 他应该说是真的这些政治家们 希望做这件事情 其实我想这个是德国外长马斯 和这个议员Vigo 他们的这个想法跟莫克尔的这个想法还不一样 不太一样 对不太一样 莫克尔在过去的一个想法 因为过去的他的一个基本的想法是什么 他准备退职 他希望留点政治遗产 他的遗产都是什么呢 他的遗产都是跟中国的这个建交的国家 在这个地上他留下了很多东西 为什么德国跟美国呢不一样 他的一个特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他的重工业 他的制造业 这个是在德国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当中的发言权非常大 你比如汽车制造业 这个Mercedes Bench和这个这个奥迪啊 对 对这些这些公司 汽车制造业公司和他相关的那些配套产业 包括西门子啊 这些公司呢 在政治当中的话语现在是非常的大 但是他们的利益大量的是跟中国的制造业捆绑在一起 他们在中国有巨大的投资 巨大的市场和巨大的生产能力 所以他们得罪不起中国 而在美国呢 因为美国呢在汽车制造业这方面和汽车市场的这个这个竞争当中 跟德国呢是有竞争关系的 所以在这个里头一直在一直在斗争 一直在斗争在找平衡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Moker的这个政策呢 是完全一边倒 哭到这个这个大的制造业 德国自己的制造业上 所以呢他表现出来的是他过去的 这个20年左右的这个 这个基本的战略战略格局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美国出现了一个川普 川普总统呢 最后呢改变了原来的这个平衡 所以呢在欧洲呢掀起了波兰 但是这个波兰呢使得欧洲的很多的政客 很多的政治家们呢是非常的难受 所以这一点呢也正像是我们原来 咱们明镜上那个彭涛博士 一直在讲过这一部分 所以呢这个确实呢是让他们很难受 他们感觉到自己被孤立了 因为川普总统在任何一个行动 刚开始想跟拉着欧盟 后来拉着欧盟 欧盟不跟不跟不跟的时候 川普干脆就甩开你 所以呢在对对中国的这个 这个贸易战当中 对伊朗这个这个问题上 在叙利亚的问题上 在好多的这个问题上啊 就完全甩开甩开盟友自己干 结果这件事呢是非常强的伤害了 德国法国这些政治家 欧盟的这些政策 伤害了他们 但是呢其实你看伤害了以后 最后的表现是 他们实际上内心还是非常希望 跟美国合作 为什么 因为美国毕竟是自由世界的盟主 自由世界或者叫自由世界最大的 最有权力最有影响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过去也积累了很好的 这种reputation 所以他们现在在选举前 实际上呢已经开始投出了橄榄枝 后来呢在这个11月3号选举结果 刚一出来很多的政治家 就已经开始颇不及待的 欢呼这个拜登的胜利 但那个时候川普可是还没有宣布失败呢 还一直在这个抵抗的过程当中 但是那个时候好几个 这个欧洲的政治家就已经宣布 宣布向拜登祝贺了 然后呢但是在同时 他们投出的橄榄枝是什么呢 就是希望建立一个 这个太平洋 这个大西洋两岸国家的一个民主同盟 民主同盟对抗谁 对抗专制 那专制的主要的来源在哪 中国共产党 所以呢这个摆的这个态势实际上是一样的 但是因为正是因为他们也深受其害 深受这个市场换技术其害 所以在这个川普总统的 川普政府那个时候向WTO提告 说这个中国用市场换技术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看欧盟和日本马上就加入诉讼 不到一个礼拜啊 他的那个追就是说叫联合诉讼的时间是十天 结果他不到一个礼拜 欧盟和日本都提出了联合诉讼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你可以讲讲 其实呢欧盟是深受其害 但是呢他们是想走打擦边球 不希望得罪中国 但是这一回拜登确实努定了 二十二会当总统了 那这个时候提出来这些这些观点 要求跟美国合作 共同来对抗这个中国共产党 这个对外的深受 那我想啊这件事情 至少这反映出了一部分的 这个政治家的一个意图 而且呢下一步就是一个 欧洲是一个没有Moker 没有Moker的欧洲 到那个时候可能这个局势呢 会有很大的变化 现在呢这个Math和这个议员Vogel的 这个观点 我觉得这个我是很欣赏的 我看到他们对于这个人权 对于民主的这种基本的道德观 基本的价值观的这种追求啊 他能够放到比这个经济还高的 这个位置上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 非常值得欢迎的一个事情 所以香港问题这个这个新疆问题 包括他们这回提到了这个马云的问题 在内地失踪的这个事情 都是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因素 就是现在习近平所做的强化管制 强化管制越来越往独裁化的方向发展的话 这个对于欧洲的这个意识形态 这种打击的话 他们自己心里都是非常的担心的 那我想在后续对习近平也好 对拜登也好 都是挑战 所以我想这次啊 拜登去到时候G7 这件事情想可能呢 应该是会收获很大 因为呢拜登我就老说 这个是川普总统把对方都给 这个这个大嘴巴都已经抽得 他们晕晕乎乎了 那现在那个周拜登去伸出这个温暖的手臂 准备去拥抱他们的时候 你想大家都会都会感恩怠惰 那这个时候 欧盟的这些国家 包括还有英国 这些国家是什么 他们跟美国 那是天然的盟友 为什么 有共同的价值观 有共同的意识形态的基础 又有共同的市场经济的基础 所以他自然会走到一起 那在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小的问题上 比如关税的问题上 比如技术壁垒的问题上 这些问题上呢 在做一些妥协 相互之间的妥协 我相信呢 在这一块 我会 我是对拜登我是有信心 我认为他在欧盟 在跟五眼联盟 包括跟日本跟东亚的这些 在这些问题上 他会 他会有很大的掌握 因为什么 因为他真的就是去收割 川普已经把那个坑给他挖好了 他就到这去捡去了就行 他只要改变点态度 就能去捡到 就能去捡到 东西 这一眼呢 我是一点 一点不担心 我觉得 他应该是会有很大的 赞 今天是穆克尔总理任内 最后一年 当然总理是英国脱欧之后 第一年 也是拜登上来又第一年 当然刚才提到了 E7 恒经提到了 E7是拜登 很好的机会 跟这些所谓传统的 这个英美大国的一种 领导 或者是领袖 能够绰合的一个机会 但是摆在眼前 就是中国跟欧洲 刚签了一个 全面性的投资协议 这个到底会不会影响到 这个美国跟欧盟之间的 修补关系 我们可以 以后还有很多时间来分析 最后一段时间 谈谈这个 恒经另外一个好朋友 蓬佩奥 蓬佩奥提出了 这个 我可不能说 把台湾称为 这个自由中国 他也把这个 中国共产党 跟中国人民 这个切割开来 那现在很多人在讨论 到底 其实 蓬佩奥 最近动作频频 这个本来 还想派了联合国的 这个大使 要到台湾访问 临时喊咖 表面上的理由 他自己因为要去欧洲 访问也受阻 我看理由很多 一方面我是觉得 可能又来自于 拜登的压力 不单纯只是说 因为要 这个政权和平交界 太忙忙不过来 所以取消国务院的访问 所以也让这个 联合国大使 没办法突破过去 40多年来的这个记录 不过蓬佩奥除了那个之外 也解除了 美国跟台湾官方的 这种交往限制 那他也提到 但是他所有强调都没有 他说没有违背守卫 对着美国的一中政策 但是大家都在质疑 他到底做法是怎么样 而且有人甚至想说 最后阶段 你既然都宣布 那么多事情之后 干脆就跑一趟台湾算了 或者是干脆 这国务院正式承认台湾 把美国再来协为AIT 这样的一个所谓半官方 实质上是官方的 一个组织机构 一个大使馆 半官方大使馆 改成美国驻台湾大使馆 反正各种零零洒洒的 这种建议都有 那有人甚至这个 在讲说 这个蓬佩奥的这种 自由中国的台湾 以及这个北京的这种 共产中国 是不是有两个中国 存在的可能性 那我是觉得这种可能性 你要叫两岸去接受 我是觉得 就是可能比登天还难 你看法怎么样 对我这点我还是同意的 现在这个蓬佩奥国务卿呢 它的一个核心 核心呢 我觉得 它的是什么 它是反共 它是反共 反共产主义运动 这一点呢 是它的基本的一个核心 所以呢 我 其实我是支持的 我是支持的 但是呢 这个在具体的做法上 这个 因为在目前的形势下 让台湾呢 迈出这一步的话 说这个事呢 会给台湾2300万老百姓 最后带来危险 带来危险 可能会有战户 这个不管是大战还是小战 可能会有战户 所以呢 这一点特别的慎重 这是我一直所强调的 所以我老实话说 这个蓬佩奥呢 是他呢 现在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呢 就是不管怎么样 只要是对这个 能够反共 能够反对中国共产党 那我都可能不遗余力 不遗余力去做 但是呢 在这个时候提出来说 这个台湾要改变 它的属性 改变它的这个过去的 几十年形成的一些 这个国际社会的 一个基本的一个认同的话 还是有很大的难点 而且呢 现在面临这么一个强 强大的一个解放军的 这么一个阵仗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是一个 就是非常需要考虑的 不是蓬佩奥需要考虑 而是台湾 这个政府需要考虑的 台湾民众需要考虑的 那在这种时候 如果 川普连任了 我一直在强调 如果川普连任了 这个蓬佩奥很有可能继续 连任国务卿 那在这个时候 一旦说 你说这个台湾 这个进入联合国也好 或者台湾甚至走到了独立的 这个宣布台湾民主将国也好 如果是走到这儿 那那个时候呢 说真的有战火 那可能呢 那时候蓬佩奥也好 川普也好 他会不遗余力的 他会去做这件事 至少我会感觉到 蓬佩奥会不遗余力去做 可是现在呢 蓬佩奥 你看还剩两天了 还剩两天了 你这个时候 做这个事呢 这个 你想他倒是不遗余力 可是呢 他的能力已经 已经没有了 因为他毕竟是要有 国务卿的这个位置 才会有这个力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 就是已经是不是很现实 不是很现实 但是我觉得啊 其实我一直认为呢 这个蔡英文政府呢 应该是真的很理性 真的很理性 在这个几次关键的时候呢 他没有 他的基本的这个战略定力 我觉得还是很高的 就是不谋求 不谋求迅速的解决这个 这个台湾的这个国际社会的 这个定位的问题 不再迅速的去解决 而是要慢慢的 通过其他的渠道 比如防疫啊 比如跟这个其他的 这个国际社会的这种合作呀 在这些问题上呢 多做更多的 多做实事啊 多做为国际社会的 这个和平啊 这个抗疫啊 多做贡献啊 他一直在做这种事情 当然欢迎更多的机会 比如进入WHO的这个 这个参加年会啊 像这些事情 他在争取 但是呢 并不 并不说呢 说有任何一个机会 我都报定不放松 他不 我觉得他还有很多的理性 理性在能够 能够控制住 当然台湾社会 我看有一些 有一些包括我们的一些老朋友 现在疾不可待的 说哎呀 终于来了机会了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WHO 要进入这个 进入WHO 进入联合国 我们要争取怎么怎么着 其实呢就是 现实性呢 不太大 那就更多的 你要去考量 可能更多的是 一些政治上的作秀啊 所以我觉得呢 作为蔡政府呢 现在应该说 我认为他们还是很理性 还是很理性 我在现在的 一时半会儿 我觉得台湾 这个谋求更大的 国际空间 难度呢 还是蛮大的 但是现在中共 要想继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 难度更大 在下一步 你会看到 如果现在他要想再谋求 新的跟台湾断交的这件事情 我相信 无论是拜登政府 怎么去调整 这件事情 拜登也会表达 拜登政府 新的这个 拜登政府也会表达 所以台湾的国际 国际的外交的空间 不会在未来一段时间 不会缩小 不会缩小 这一点 我觉得呢 是因为国际社会 已经表明了 他的一个态度 包括像捷克的 这个 这个 对 像这种 这种大 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决心 也是一个欧盟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我想习近平已经吃到了败仗 像败仗已经一个接一个 被他的这个战狼的 这个团队搞的 所以我想 在后续一段时间 应该台湾的国际空间 不会小 只会多 那走民间外交的办法也好 那我想呢 这个事情呢 应该说台湾的国际拓展 空间里 这个空间会越来越大 所以我想 慢慢来 慢慢来 别着急 我另外一个 大家可以稍微观察一下 就是说到底这个习近平啊 要不要更换 这个北京的这个外交 跟台办系统的人事案 包括杨洁篪 包括王毅 甚至这个国台办 刘洁一 他们这些人事的话 也可以观察一下 不过总的来讲 对台湾的问题 我想要习近平拍板定案 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 在北京 在中南海 你们能够替他来 做这个台湾问题 或所谓的台湾方案的 这种这个替代者 OK 谢谢 谢谢韩清 我们还有时间来分析 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 想接几个朋友 来跟我们指教一下 看看分享意见 来星哥请讲 好久不见 星哥你好 请导播把办公室打开 王先生 谢谢 你好 恒清兄 这个我跟恒清是 近寨直尺 但是这个 没有见过面 对 也没有见过面 也没有那个什么 而且恒清兄可能几次都从我这路过 他没有一次 到你那个 到你那个烫了一次 对对对 好了 你在马里来还是在维基尼 我在马里来 我在马里来 我跟恒清就是 波克马克和 附近都是在这里 对对对 我有一次 就是两个礼拜前 我正好送女儿 送女儿去 那个 BWI 然后呢 对 她飞芝加哥 结果呢 送完了以后呢 我太太说 说已经到那个 Allo City了 说干嘛不去 对 我说呢 我们就去到那边 到那边去转了转 它那有一个 State Park 很漂亮 对对对 我们去转了转 后来我就 因为你拍的照片 我一看我就知道 在我家附近 对对对 但是疫情当中 不好意思去打扰 对对对 好的 这个 今天几个话题 也挺有意思 这个 恒清兄 这个 我一直 定义恒清兄 是一个 专业人士 然后顺带 才是一个 民运的支持者 这个 说实在的 这个 一段时间 这个民运啊 给我的 这个观瞻啊 确实是下降 那我当然也是一个 中国民运 民主运动的一个 支持者 毫无疑问 我不但是中国民运 民主运动的支持者 我还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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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吾尔人的 这个支持者 因为我从小 跟维吾尔人长大 这个 我深知他们的 这个辛苦 但是呢 刚才听到了 这个 恒清兄 讲到中国的经济啊 我个人认为 我们绝大部分的 在海外的民运 是对中国经济的判断啊 都过于 这个什么 主观 中国经济 四十年的发展 我想 无论是西方的经济学家 还是中国的经济 中国经济 当然毫无疑问了 他们怎么 但是从西方的经济学家来看 也是给予了比较正向的评价 尽管这个中国的经济 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他独特的这种体制 依旧能够保持 他的经济的增长的速度 像 像今年刚公布的数据 我想刚才 恒清兄也说到了 恒清兄可能也认为 这个数据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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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含水量啊 但是从 这个 过去一年 就2020年 中国对外出口的数字来看 应该是 他创造了 这个数据 从国外 海外的一些 一些经济学人中的一些评价来看 也 也基本上相差不大 12月份 你像 中国的对外出口 增加了18点多 全年累 全年平均的数 大概增加了百分之三点几 这个数字是在 2019年 这个已经是中国对外出口 新高的基础上 创造的一个 另外一个新高 我觉得这个数字还是相对比较真实的 当然这个数字背后 反映的是什么 当然有疫情的影响了 疫情使得中国对外出口的这个 或者是海外市场 对中国传统的作为 全球的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加工厂 这个这个 由于疫情的这种影响 使得他们的地位反而增加 而不是降低 其实去去美国的一些超市 至少我看到的 像什么口罩呀 什么 你看到的口罩 KN95 那肯定是中国产的 毫无疑问 因为KN 它就是中国的这个标准 美国是不用KN这种标准的 所以你看到KN95 那一定是中国产的 这个今年年 去年年初 KN95的这个口罩 在美国卖大概 最高出卖四个$ 现在卖到 两毛多三毛多 你会看到 就是中国作为 这个全球的工业品和消费品的加工厂来看 一场疫情没有降低 当然是 而且加强了 使得中国对外出口的能力是加强了 而中国对外的这个 贸易的顺差 应该是70年来了第二个新高 第二个高度 这个数字也是 说实际上的话 也是 也是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但是也是 是由逻辑可循的 但美国的经济 就不用说了 美国经济在疫情的冲击上 实际上它的 所受到的伤害 所受到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我们因为是讨论中国的 所以 我就说 中国的经济没有像 恒亲兄看得那么差 而正是因为没有那么差 作为海外民运的支持者 我们确实要 很严肃的面对 中国现在的问题 而不是那么 那么觉得 它会变化 它会 它会 自己自我脆断 我想如果说 这么乐观的看到 中国 本身民主运动内部的 这些种种的事情的话 还是这么 大家对一个现实 看待的这个差距 还这么大的话 我个人觉得 对中国民主运动 尤其是中国海外民主运动的 这个影响 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基于一个 事实层面的判断 才好我们来判断它 怎么去支持 怎么去 给予更好的 这个合理性的意见 这是我想说的一个问题了 谢谢 好 赵文兄 我先回应两句 好吧 请讲 我觉得 首先 我想有几点 我必须要讲 第一个 寒水量 说这个GDP 2.2.3 这2020年 我还没讲 这个寒水量 我刚才 咱们讨论的问题 我没讲 这个寒水量 我没有说 它有任何寒水量 有没有寒水量 我现在我不知道 这个我没有做这方面的研究 这个这是第一个 这个我只是说 它的这个GDP呢 它的来源 从哪来的 其中呢 我说 我讲了三个方面 我就是说呢 这个GDP来源 那其实对整个经济发展 实际上呢 不具有这个真正的这种建设性 因为老百姓 这个GDP好了 是不是有那么好 那么好 改变他们的生活 从这个角度 我是进行了这方面 今天至少 我没有讲过这个寒水量 这是第二 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新个人 这个我欢迎你 这个提的这个 这个观点 提你的观点 我是欢迎 但是千万不要以为 这个因为 这个我呢 曾经有过的这个 这个经历 最后呢 这个就是 因为我说了这个 我的这个观点呢 这个 缺少严肃性 我在这儿 这个这个 这个误导大家 最后你就对 这个中国民主运动 失去信心 那大可不必 我实际上是 nobody 我是nobody 所以呢 你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呢 失去信心 我胡说八道也好 你对这个中国民主运动 还是应该有信心 这是一个啊 但是呢 我其实啊 我倒觉得 有几个问题啊 这个我 我不承认 我的这个 这个主观 因为呢 你知道我从2015年 开始 第一次他们 许许我回中国 呃 我呢 是每年都回去 当然2020年 没没没回去 因为有疫情 我也回不去 但是呢 除此之外 我真的是每年都会回去 而且我回去啊 我都是 我不仅是我在网上 看那些资料 我各种各样的去了解情况 朋友 会过来的资料 我还真的是到 这个工厂 到农村 我去实地的去看 做这种 所谓的田野调查 当然时间短 做不了那么多 但是我只是要去 做这种直观的感受 这是我所看到的 你刚才讲到的几个地方啊 我不反对 比如说 贸易顺差的问题 出口 出口的问题 这些问题啊 在2020年 疫情在中国 疫情得到控制了以后 确实是中国的出口呢 带来了很大的反弹 为什么 因为别的地方 都没有生产能力了 都关了门了 那你说 这厂子关了门了 那你不能生产 那自然就 这个订单好多呢 还是从中国来 但是啊 你得承认一下 现在中国的企业啊 压力非常的大 压力山大 我呢 有很多的网友 他们呢 跟我 因为他们知道 我是研究经济嘛 他们 他们给我写 写东西 问我 然后我就有一条 我就请他们给我提供信息 包括白菜 多少钱一斤 现在北京啊 这是昨天 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北京大白菜 现在卖到三块钱一斤了 卖到三块钱一斤 跟他们美国的大白菜差不多 对吧 五毛多钱 五毛多钱一半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都差不多 可是我们在美国这边的生活水平 和收入水平 跟北京的老百姓如何比 这点我讲 我们可以知道 现在的物价上涨的很厉害 这是一个生活上压力很大 另外一个产业链 产业链大量移出中国 这是事实 而且呢 还在继续移出 我的朋友就是在潘地岗 专门给美国这边做 做这个产业 产业布局的 我过一段时间 如果有兴趣 我们过一段时间 疫情稍微控制一下 我就给你请他来 他是一个视野 是个lady 他就会来我们那个 波多马克文化沙武 会做客 会讲到美国产业链的 这个布局的调整 为什么 如何调 所以你会看到 包括呢 像这个南韩啊 日本啊 欧盟啊 都做了很多的这种产业链的 重组和调整 现在还在进行时当中 这也就为什么中央提出来 六稳的重要的任务 这一点呢 是事实 然后呢 接着呢 我所知道的 债务问题 债务问题 现在的债务问题 是堆积如山 而且越来越高 在2020年 中国政府提出来呢 减税 减税 降费这件事情 最后呢 就有2.2 2.3个亿 万亿 下去了 中国一年的这个 就是一般性财政收入 就在18万亿 18万亿左右 结果现在你想想 减了一个 两点几万亿的 一个 一个 这个财政收入 那现在是多大的一个比例 这个比例造成的是什么呢 当然我不是说他做这个做法不对 但是这个造成的是什么 一个 债财又起来了 地方政府债 这个中央政府债 还有这个企业的中央企的债 这些债越来越多 而且现在你最近啊 这个出来很多的 这个债务的违约的事情 而且这个是违约 过去还都是民企多一些 私营企业多一些 现在连国企 央企都有了 连我们清华 紫光集团底下的这个企业 都有了 这一点啊 这点是事实 而且你现在是什么 地方政府贷款平台 出现了违约的了 所以呢 这个问题啊 是越来越严重 然后接着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这一块啊 是明显的比原来降了很多 而且是什么 中央政府现在是没钱花了 为什么 你可以看啊 中央政府花钱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习主席 习主席参加国际会议的时候 我那时候最怕他说一句话 叫我宣布 他只要一说我宣布 那就完了 多少万亿就没了 对吧 他一说我宣布 就是这个免去非洲兄弟的这个债务 或者是又给非洲兄弟多少万 多少万亿的这个贷款 或者是什么啊 结果他最近你看看他参加的这些会议 他还有我宣布吗 他没他都里没钱去宣布啊 这李克强都受不了了 到处去要钱 到处去找钱 现在我们面临的是什么 我刚刚得到的这个消息 这是绝对百分之百正确的消息 北京市政府 北京市政府 你听好啊 北京市政府的公务员 他们上个月的工资 12月份的工资 迟发了 没有不发 迟发了 迟发了几天 这意味着什么 对吧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我不能说来源 确实我的特别铁哥们给我告诉我的 对吧 我绝对相信他跟我说的 因为他自己在那发钱 就在那收钱啊 对吧 但是为什么呢 后来说 因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收不上钱 真的收不上钱了 但是呢 他们要利保什么 利保几个人 几种人 第一个 要利保 这个低收入的 低收入的那个低保费要发 第二一个 要保那些退休的 现在已经失去劳动能力的 这些人要发 不发肯定会造成社会动乱 再有一个 警察看监狱的 这个镇压队伍 必须要发 然后剩下的就是他们这些公务员 在推迟法 那我就想啊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你作为经济学者 当然要看到重要的信号 所以我 我真的 第一啊 那个星哥你不要因为我 我说的这个观点 都影响了对中国民主运动的 这个信心 我是nobody 第二一个 我说的呢 还真的不是我自己 杜撰出来的 我们是认认真真 去做调查研究的 所以呢 我觉得啊 现在的中国的 这个经济哈 我一直的基本的判断是什么 就是他现在要维护 他的这个繁荣 他维护这个繁荣 繁荣是信心 一方面是给民众的信心 另外一个是统治者的信心 他要忽悠着 大家往前走 但是 他们要么自己糊涂 说 我真有信心 要么是什么呀 就是他自己知道 情况是什么 然后呢 他要忽悠你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要清醒 那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一方面看数字 同时我们要看到的 那就是就业怎么样啊 物价控制的怎么样啊 财政补贴这一块怎么样啊 然后财政收入 然后跟你的花闲的这一块 能不能匹配另外一个高额的债务 怎么去解决 中国现在的债务 是GDP的300%多 接近400了 所以你就想啊 如果是这种状态的话 中国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呢 所以你从这些 这个积累的信息来说 那你就会看到 其实是什么 真的是微如雷软 这就是我的一个基本的观点 还没报 你等他报的时候啊 你就可以看到害怕了 所以所以我还是觉得 当然横琴兄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严谨的 这个专业人士了 您的数据 所以有几个数据啊 我确实是想跟你看到 比如说您说到了 中国的债务 中国的债务和中国政府的债务 这其实是两个概念 中国全体 中国全体债务的总和达到 刚才您说的 现在我看到的数据 大概是330多 但是中国政府的债务 就并这是 讯号不太好 中国的这种极致 并不是能说这个债务很高 其实美国政府 美国政府的整体债务到今年年底 恐怕也是要达到这个数字了 没有没有 这个其实是有公开的数据 我知道没错 第二个呢 就是您说到了中国GDP的那些东西 有几个我认为它不是 比如说这个您说的 跟那些维稳的经济 维稳的经费 它是两边的 那是消费边的 所以它不是生产表 生产变得最高 GDP 那是消费表的 那个所以它本身是财政支出类的 它不是消费的 所以那一块完全跟GDP啊 这些没有关系 中国的经济的 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经济 目前的余地是比较大 因为我曾经参加过 中国这个经税工程三期的建设 因为我们在提供这方面的 这个相关的技术 实际上就是目前来看 中国国家财政的增余的余地 还是比较大的 我觉得这些事实 是我们是要看到的 当然您说到了北京 北京的物价 我们看中国的时候 拿北上广深的话 那不是中国 就如同我们看美国的时候 拿纽约和洛杉矶 那不是美国 中国的整体的物价水平 北京应该说北上广深 是中国物价水平的一个体现 当然如果拿北上广深 它本身的生活条件 这个基础建设 和它本身的国民生产总织 它也是世界发达国家 这个中位数上前面 靠的这么一个 我觉得这个比较啊 这个是问题 这个问题翻篇 我觉得有一些数据 可能我们数据来源的方向不同 另外我想说一下 就是那个台湾啊 我一直认为台湾是大国 博弈的一个结果 我这个我为两千多万的台湾人 他们创造了 尤其是在华人权里边 创造了现在的这种民主制度 创造了现在的这个福利条件 以及创造了现在的这个宪政体制 我觉得是一种骄傲 但是他在大国之间的博弈中成为了一只 这个棋子 我非常感到悲哀 然而就是无论是台湾人 还是我们很多的中国的意见人士 把台湾的未来的改变 放到了谁身 放到了美国人身上 放到了美国政府身上 而台湾今天的地位 造成现在的这种距禁 我个人认为 跟美国的国家政策是有关的 当然美国的国家政策 在台湾的问题上 它也是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 我们不去做道德上的评价 但是美国的国家利益 当和台湾人的 或者是中华民国的利益 产生冲突的时候 您认为 美国人会把利益偏靠到台湾吗 我觉得这个 no 这完全是个no 所以这个台湾的 未来的国际空间 能够保持现在的状态 我觉得就已经阿弥陀佛了 因为这是来源于中国在国际 国际事务上面的话语权 当中国的话语权 在降低的时候 台湾人 或者是中华民国 或者是台湾国 他们的话语权会提高 但是目前 我看到的是 中国政府在国际间 他的话语权在提高 而不是在降低 而美国是在国际 地缘政治上也好 在国际事务上的参与度来说 是往后退的 尤其是川普的四年 当然拜登的 这四年会不会改变 其实对我来说 我觉得还是比较难 因为毕竟 一个国际的事态的形成 它不是一天两天 而形成的 它是美国整体的 保守主义政策 或者是美国国家 这个政治精英们 这个两百多年的基因里面 就存在的 独立主义思想 他决定了 当世界 当和美国 产生一定冲突的时候 美国的第一的 国家的政策 是往后退的 我从来没有看到 过去两百年中 美国是积极往前走的 它的积极往前走 都是最后被动的 被扯入了一场战争 扯入了一场那时 这个我觉得对于台湾人来说 因为王先生是从台湾来的 我觉得真的 我觉得非常可悲 为什么一个两千多万人的 这么一个地方 他们创造了华人圈里面 最辉煌的一个成绩 但是不得不成为 国际政治和大国博弈中的 一个起司 我觉得这个很可悲 我其实对台湾的未来 能够保持现状 我觉得就已经 已经是非常好 能够 谢谢 没有别的意见 好 那我 还是 赵平兄 我先回应 那是关于台湾 你再讲 我讲呢 第一个啊 我就是一句话啊 我说那个 你刚刚讲到GDP GDP的四个组成部分啊 你可能 你 星哥 我不客气的说 你因为你不是学经济的 所以呢 你说到那个 那个国家购买的这一部分啊 你说呢 不在GDP 这个 你知道GDP形成啊 它就是消费 出口 投资和国家购买 它形成的GDP 所以呢 这一点啊 我觉得我还是更有 这个外言权 因为我在做这块 而且就我是学经济的 对 那OK 那我觉得我刚才提到的这四部分 这种其中你说到的 这个我说到的维稳费用 你说不是 不是国家购买吗 是哪里是 是在这个生产边和消费边 实际上我们只是咬住一个地方 去做一个核心统计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一块是一个 是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概念 我觉得这是一 第二一个 你刚才讲 台湾是大国博弈的 这个 这个当中的这个 这个一个小的棋子 所以呢 你的结论呢 这个是台湾呢 你为你觉得台湾呢 很可悲 我觉得呢 这一点呢 我觉得是真的 我不能无法同意 在哪儿 说台湾是大国博弈当中的一个小棋子 这个不是可悲的一个点 也不是台湾的命运 这个是台湾的现实 这个是这个国际政治博弈当中的一个现实 那就是台湾走到这儿 两千三百万人 他在那个岛上 他呢 走到这个地方 而他边上有强林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强林 而且呢 又这个 这个强林呢 又有非常强烈的这种野心 那当然 那这个时候 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不作为大国博弈 不作为不找到美国 这样的西方国家的 这个支持的话 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两千三百万人 那就是跟当年 这个赤壁之战的一样 那我们就想都是张昭 大家都是张昭 我们大家就投降吧 投降可以吗 投降可以吗 我现在关键是投降可以吗 投降显然是不可以 为什么 因为投降了以后 这个台湾民进党也好 国民党也好 可以不可以到大陆去参选呢 还是说他们应该变成 这个像其他的八个民主党派一样 变成共产党的参政党 对吧 我想呢 台湾人民终于有了自己 在过去的几十年的奋斗的过程当中 终于有了自己的民主 自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 他们不想改变 他们要继续这样的生活 他们看到了香港的变化 香港从一国两制 在二十三年以后就变成一国一制 他们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所以在台湾 在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 中国的一国一制 或者一国两制的这种政策 对台湾人民都是不愿意接受的 这也是现实 那怎么办 我觉得台湾人民没有什么悲哀的 别看说在大国博弈当中 台湾人民生活的好好的 你要去台湾去看一看 你看看台湾的夜市 看看台湾的年轻人 哎呀你会看到 大家在那的那种平常的那种心态 那种平稳的那种安稳的那种心态 他们在享受着他们自由的民主生活 虽然说经济收入上没有大量的那种 突飞某进的那种进步 但是台湾的经济还是 还是非常有阳光有竞争力的 所以我倒觉得 我是真的不要为 这个不要我认为这个星哥 你也别为这个台湾人民感到悲哀 台湾人民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悲哀 并不是台湾人民傻 台湾人民一点都不傻 所以我觉得至少不比咱们傻 所以我觉得台湾人民应该是 应该认真的去过他自己的生活 而中国大陆 如果说解放军要去攻打台湾 那真是 这叫为了实现所谓的大国梦 像前一段时间大情妇的那种 讲到的那种东西 就不惜牺牲自己的子弟 不惜牺牲台湾人民的生命 去要武统台湾的话 那真的是丧尽天良 这个问题就是在 我所说的可悲就是 问题就在这里 台湾成为了美国政府的 尤其是你会看到 蓬佩奥的一张牌 这个 这个美国对台湾履行法 其实在2018年就已经 已经通过了 而蓬佩奥在前几天 又又重新重申这个事情 实际上从2018年被通过 到现在为止 美国政府并没有按照 美国政府通过的这个法律 去来对待美国人 或者说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 前往台湾自由旅行的这个 他是给了限制的 而为什么到了2000 他要下台的钱 他把这个东西拿出 无非是拿台湾来刺激中共 刺激这个什么 来造成一定 或者说 我看更多的 可能这种想法不对 更多的是为了 他自己获得 政治资本 把2300多万的台湾人的 整体的安全 又摆在 赚在自己的手中 当着一张牌打成 这是我认为台湾人的 回来 倒不是认为台湾人 本身感到 没有很多的台湾 我也多次去过台湾 我对台湾的生活状态 我也特别感兴趣 我也曾经跟台湾人 有过合作 这个 我只是说 他成为政治博弈中的 去这样 而这种牌被 轻易地打出来 又轻易地 可能说玩乐 我觉得可能更 富于现实 好了 不说 谢谢 我赞时间太多了 文青要不要补充 没有了 我想说都说了 对 我是觉得不管 所谓的外面的人 看台湾问题 或台湾的现状 都有时候 比较清楚一点 就像很多美国学者 当然有他的 有他的所谓的很多地方 看不到的地方 但是我是觉得 我蛮珍惜跟 外面的人 看台湾这个问题 或看南岸的问题 的一些观点 这个因为会比较 不能讲 就是会比较中肯一点 会比较 视野比较大一点 格局稍微大一点 去看待台湾目前存在的问题 所以包括 刚才星哥 包括恒金兄提到的 这个台湾的看法 我想都是一种意见 而且 我觉得都蛮好的 都蛮好的 这个我们有个 习先生在那边等很久 不好意思 等你节目进行蛮久 习兄 星哥先谢谢你 谢谢 习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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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金先生 你好 你好 徐先生 我刚才听到 恒金先生讲的 今天讲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恒金先生 观点非常不错 真的非常不错 而且您的很多观点 我都是比较同意的 我原来就是 在一些民进的一些节目当中 我也讲过 讲过类似的一些观点 这个就是 我现在就补充两点 就是一个是对 对就是台湾这一块 我就是说 川普政府 他在最后两个礼拜 推出台湾的这一系列 非常激进的政策 我觉得他这一点的话 他并不是说是 从一开始就想 就是反对CGP 或者促进台湾这个角度 因为他们心里非常清楚 他这个东西推出来的目的 实际上是他们的政治目的 就是针对于民主党 设置一些障碍 并不是说 他真的就是想去做这件事 如果他真的想去做这件事 他早就开始应该推出来了 他不是说到最后一两个礼拜 推出来 而且他之所以到最后一两个礼拜 推出来的话 他实际上他非常明白 他这就是红线 他在他的执政期间 他都没敢踩这条红线 他最后他要走了 他最后一脚蹭上去 然后给你下面的政府来看 看你还敢不敢踩 看你敢不敢踩 所以我觉得他这 处于这个政治角度 给对手设置一些障碍 这个目的是非常明确的 至于说他的实际意义的话 我觉得没什么实际意义 而且这个东西 如果推出来的话 你像在拜登政府的话 他可以不理他 不理他并不是说 这个东西就有用了 你想想 如果是到拜登政府了 你说有哪一个外交官 或者哪一个官员 敢真的按照他这个 这个policy去做 有没有人敢这么做 如果拜登是老大的时候 根本没有人敢去坐着了吧 所以他那玩意就摆在那 就不理他 就摆在那 他就是个摆设 就没什么用了 我觉得我是这样理解的 当然就是说 如果刚才谈的 那个解放台湾的事情 我觉得就是说 如果从大情妇的角度来讲的话 就是说你像齐始皇 他是怀有悲鸣之心 他自己的仓 就是说粮食多得不得了了 他觉得六个人都在 都在受捕受烂 受挨饿 然后他就解放他们 把粮食给他们吃 如果是出于这个 就是那个电视剧宣传的 这个旨意来说的话 那我觉得是我应该是支持的 但是就是 如果你自己的百姓 都还在挨饿 很多百姓 甚至有一半的百姓 都月收入不到一千块钱 还处于贫困状态 你要去解放那边就干什么 这个就根本不成立了 这个阻止 再一个我刚才想讲一讲 那个就是说 经济方面的事情 因为我一直在这个方面 也是感谢你 我也是研究这个的 我现在发现就是海外 这个这一块 就是很多人就是 就都变成了经济学家 但是我觉得就是 有几个还是觉得非常不错的 就恒金先生呢 还有那个 实际上陈亚龙先生 他也讲的一些观点 也非常不错 还有就是 有几个人观点 我是不太同意的 比如说像李某东 还刚才上面这位网友 都号称自己学过经济学 我就觉得非常诧异 如果是你学过经济学 你还是这种看法的话 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的诧异 基本上就是 因为他那些观点 基本上就是看了 就是那些什么 就是看了那个什么 真理部推出来的那些 几篇文章以后 然后就才能持有的一些观点 才能持有那种观点 所以我觉得非常诧异 要么就是他原来学的东西都忘了 要么就是 他原来学的那些理论 可能就过时了 应该是要重新再学一下 是这样的意思 你比如说很简单的 那个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 非常明显的状态 都摆在那 你说那个政府 你说那个债务的事情 债务的事情 刚才恒进线说的是 百分之三百 三百三 实际上我原来就一直在关注这个数据 我查的那个是World Bank 还有那个IMF 他们的数据是 百分之两百五到百分之三百五 还有一次从那个 从那个朱鲁基的儿子 终于来 他在一次讲座中 说到这个数据是六百 还是两年以前 什么时候 他说中国的那个 债务 dead to GDP ratio 是六倍以上 百分之六百以上 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所以那个时候 一直在搞什么 搞什么降降杆 去杆杆 什么的 而且那个 在后面 在前面的两年中 一直在排那个 P2P的雷 现在基本上 P2P基本上排干了 因为P2P这一块 就是说 它就是解决中小银行 和中小企业借款的问题 但是它这个就造成了 很多很多的一些问题 再一个呢 就是国企现在排雷 国企排雷 现在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国企现在基本上就是 很多企业的债度爆雷了 爆雷 但是理由不能让它破产 政府调查实际上 进行一些各种保护措施 再有一个呢 就是 就是恒金先生 刚才讲的 他去调查 中国的实际情况 实际上你看那个 就是前段时间 那个北市大出的一个report 就是李克强引用的 那个报告 说6亿人的收入不到 1000块钱 9.76亿人不到2000块钱 真正的5000块钱以上的 只有7200万人 就这样一个报告 你把这个报告一看 你就明白了 而且他那个报告 说的一看就是 中国人所谓的资产 所谓的你有多少万多少万 70%到60% 都是以房产的形式存在 房产我们大家都知道 前面几十年 印的那些钱 基本上80% 都跑到房地产里面去了 所以他这部分的资产 是泡沫 就是非常非常大的泡沫 而且这些所谓的 这些房子的拥有者 他每个月的收入 75%到80% 都是用于还房贷 他真正的能够 用于消退的 只有20%到30% 这就是拥有房的这些人 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来说 他消费就没有了 就完蛋了 消费就完蛋了 然后就是 他现在唯一的一条 就是出口和投资investment investment的这一块 基本上已经走到尽头了 你看他前面几十年 都是玩了这一套 他现在就是government purchase 那个核心先生刚才说的非常对 government purchase 是一个逐渐GDP增长的因素 他现在只能靠这两个来 继续往下做了 然后就是出口这一块的 基本上就是如果跟美国 这个关系搞死了的话 你基本上就是出口 这一大块就断了 你包括你现在搞那个什么 RECEP 还有那个什么 跟欧盟签的这些协议的话 他都是 只是说在原来的协议上 一种恐怖 他并没有说是一种 incremental 就是扩大的这个效应 没有扩大的效应 他现在要解决incremental 必须解决跟美国的关系 所以说就是 他这个真正的 就是GDP的增长的因素的话 就是就基本上没有了 可以这样说 可以这样说 而且他的一些government purchase 他不创造效应 他不创造效应 他的那些investment的 那些边际效应 就是你原来就是 你在做investment的时候 你产生GDP的增长率 可能是很高 但是如果就是你 现在再往下做的话 你做了几十年 现在再往下做 那些边际效应已经很少 已经很少了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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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恒金先生的观点 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他推出来 跟我推出来的观点是一样的 我原来在那个 Morke Stanley 做这些研究也是做了 非常多的 就是这方面的研究 所以说我也接触过 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对吧 再一个就是 再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恒金先生 就是我经济卫金先生 讲的这个 中国经济这些块的话 很多很多的观点的话 还包括你 用的一些资料的话 就是我原来都接触过 我觉得讲的非常不错 真的非常不错 我就提醒那些 那些所谓的 什么号称自己 什么的学经济的 你真的把眼睛 睁大一点 好好地查一下 别老看那些 什么真理不出来的一些东西 什么还有的还有一些 实际上很多资料的话 你就在那个一些 专业的网站 You are your monitor MF Morke Bank 包括还有一些 还有很多那个 其他的资料 你还有一个 国内的那些什么 那个那个 Government Statistics 那些数据 你只是参考一下 包括我们在做那个的时候 我们很多 我们对他的很多信息 都不相信的 我们是自己 然后再 就是自己就是 制造一个model 然后用我们这个model 再去实力地去探查一些数据 然后再来总结出来 我们是这样用数据 我们并不是说 跑到网上 一搜 整理部的这个文章 Government Statistics 那些数据 我们就用 不是这样的 你要那样用的话 你也死小瞧了 告诉你 你还做什么声音 你在中国 根本都不用做了 我这只是谈的 从经济和金融方面的 还没有谈那个什么 political social这块的因素 因为这些因素 突然推上去以后 你的结论完全不一样 好 谢谢 好 谢谢你 新哥想补充 新哥 新哥 你是不是想补充一下 刚才提到你了 请讲 你声音要打开吗 打开了 就是刚才那位网友 我觉得我们在谈论经济问题的时候 这个当然是要事事求是的 因为我在中国 从事经济工作 三十多年 在银行工作 工作了十几年 我对中国的经济的把握 我有我的观点 但是呢 我们在谈论自己的观点的时候 千万不要对人进行攻击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 我就是一个简单的数据 刚才恒金 先是我没有去跟 恒金去掰杠 也没有去争论 在讲到总理 李克强总理说的 一千块钱这个收入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逻辑 我们一方面不相信 中国政府的数据 但是会相信 中国政府说的另外一些数据 这就本身是两个 极其矛盾的一个事情 我们大数据不相信 但是只采集自己愿意相信的数据 这是一个矛盾点了 另外我想讲一下 北上广深全部人口加起来是多少 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 和珠江中下游地区是多少 它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就从这三个数据 一共覆盖的人口 大概三亿人口 而工作人口有多少呢 也大概一亿五千万 你从最基本的原 这个工厂里的工人的收入 你都要比这个数据高度很多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逻辑 但是呢 就基于这种事实不相信 拿取什么西方的 是的 西方的经济学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那是北四大做的调查 北四大2016年做的调查 你随便在网上去搜一下 虽然它有的整个报告已经被评 好吗 所以呢 你从这个人口的数据 和北上广深整个的 这个经济在中国经济所占入的布局 你就会发现这里面的数据矛盾很大的 就珠山脚和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 上海江苏这一块地区的人口覆盖量 以及他们所产生的 在全国GDP产生 你在中国你当它把平均下来 你肯定这个数字很难看 但是所谓的六个亿 我能够想起 但是你所谓的只有七千万人 拿五千块钱的月收入 我觉得这个玩笑就开得大了 光中国的这个公务员和 拿起事业单位军队 全部下来这些人 大概就要将近四千万人 这些人哪一个平均工资 不能月收入不在五千块钱以上 这么一个简单的数据不去采集 拍着脑袋在那 哎呀说你胡说八道嘛 我觉得在做节目上呢 就就比较难听 我觉得采集数据一定是要采集 这个广泛的采集数据 不要只采集自己相近的数据 好的谢谢 OK那个习先生 你举手了 我想再给你再给你解 你们 我说的那个数据啊 我说的那个数据 并不是说是网上滥传的数据 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做的报告 还有前段时间上海财经学院 也做的报告 是他们做的这个社会调查 并不是说是拍脑袋 知道吗 你仔细搞清楚一点 你好好地看一看这些数据 那都是国家最权威的财经学院 做来的 而且我们应该做学书来看的话 它是第三方中立提出来的观点 因为它的报告 马上有很多很多地方就给封掉了 你采集的这些什么 这些东西估计这个 你那才叫拍脑袋 你知道吗 你说北上满一个亿 那人家那个报告里面写的篇 就7200万人 真正的是5000块钱到5000块钱以上的 就是就这7200万人 2000到5000块钱是3.4亿人 就是9.76亿以上 他们就是约收入2000块钱 是这样的状况 你仔细搞清楚一点 知道吗 我真的不好意思说 你知道吗 我来你们画 习先生我们讨论问题 因为你是在配书 我现在我不想拉偏价 但是有一点 我觉得相互尊重 咱们不要 不要那个最后吵起来 就没意思了 我们讨论问题 不过我倒想啊 补充一点点给那个 习先生那个 就是其中你谈到 我们谈到这个 这个不叫投资 在那个出口这部分 那个这点啊 星哥你也应该要注意 出口啊 实际上是一定是净出口 在纳入GDP啊 就是说你现在出口 进口出口进口 就是净出口 净出口这部分 才会进到GDP 所以呢 在净出口这一块啊 你比如出口呢 大量出口到 这个 这个 欧洲的 欧洲的呢 尤其是像德国的 实际上呢 中国出口到德国的呢 还没有从德国买进来的 但是中国为什么 在美国市场 对这个中国的GDP 非常重要的 对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因为有大量的 这个贸易顺畅 这一块呢 也就是中国不能失去 这个美国这一块大市场 我刚刚就是前两天 收到的那个国会 中国经济和贸易更新 他们发过来的那月报啊 就是前十一个月 这个中国呢 从 就是美国从中国采购的 和这个中国对美国采购的 这个进的部分 现在还有三千五百多亿 三千五百多亿 那就是原来川普老说 五千亿 五千亿这个 这个贸易密差 现在呢是三千五百多亿 所以还是非常大的 还是非常大的 但是呢 比过去实际上是 小了一千五百亿左右 所以为什么我讲呢 这个 这个呢 实际上我们 我们GDP呢 我们还真的不是说 戴着有色眼镜 去研究的 我们那个数据啊 真的不是戴着有色眼镜 所以呢 我想咱们咱们讨论 讨论 今天就别再讨论这个 再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就答起来了 OK 下一位 那个李先生 来 最后一个时间 那请讲来 请导播把麦克风打开 主持人好 李老师好 你好 你好 我对上方前 那个李先生的观点 我说一下 我直观的感受啊 因为我有时候 去中国 长山脚 朱山脚出差的 今年下半年 长山脚和朱山脚 就是招工 人员不够 因为由于疫情原因 有些 那个外地的人啊 不愿意过来 他们的工资啊 大概是 平均要八千左右 就是员工的收入了 但是他们不是 双修的老 基本是单修 然后我认识的工厂 一天上班是 十个小时 也不是八个小时 大概收入 八千块一个月 就招工招不满 今年就是 特别是下半年 整个 那个贸易战 感觉了 没有对长山脚和朱山脚 造成影响 那么 有个事情我要问 李老师可能 对经济比较有研究 就是因为我以前 去中国的时候 常常听到 那个他们开会要产业升级 然后 像这种 以服装产为代表的 移到中西部 或移到东南亚去 那么 中美贸易战 拜登上台 会不会 特别是一个科技战部分 因为贸易战现在 中国感觉不出 有多大影响 但是科技战部分 会不会降温 如果是科技战不降温的话 中国的产业升级 会不会 短断缓慢下来 那么如果说缓慢下来了 那他把产业很多 他鼓励特别是 长山脚和朱山脚 像服装厂 那个鞋子厂 他鼓励这些 那种厂方占得很大 然后 以劳动力为代表的企业 外移或者移到中西部去 那么 假如说 产业升级不起来 那一个移出去了 那后面的经济 或者说 后面的就业 会怎么办 这个 我想问你这个问题 就是说 科技战对这些 中国产业布局的影响 谢谢 来 问你 回应一点 那个科技战呢 这一块呢 应该说 这个川普总统呢 原来定下来的 这个 这个跟中国的 这个交往 这些大的原则啊 应该是不会停止啊 因为你可以看到啊 这个在1月1号 今天1月1号 刚刚宣布的 这个纽约股票交易市场 把三大 这个中国手机的 这个运营商 就是把它停了 中国电信 中国移动和那个联通 这三大把它摘牌了 摘牌了 后来虽然中间波动了一下啊 但是现在已经停止交易了 所以呢 这一块啊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而且呢 现在呢 是美国 这个五角大楼呢 现在呢 把是30 现在应该是30几家 再加一个24家 这些公司呢 都列为了一个黑名单 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 拥有 或者是服务于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这种企业 现在呢 是要求美国所有的投资者 在60天之内 列为黑名单 里过60天之内 停止对他进行投资 这个事情呢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 然后呢 这个是 川普总统的总统令呢 已经在 今年1月11号 一个礼拜之前 11号已经生效了 所以呢 现在很多的这个学者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上的时候 都是一致的观点 就是这个拜登总统呢 这个新当选了以后 他不会 不会马上把这个 这个拜登拿掉 如果不拿掉 那这个 这个就会实行 这个实行下来了以后 你就可以想象 这个呢 代表那些高科技 这20多 就是原来定下来 那20多家 后来又加上了 多变成35家了以后 这个包括什么 华为呀 这个中车呀 这个 这个 这个什么 铁道建设呀 中国航空啊 很多的这种 国有的 原来冰激工业部 相关的这些企业 全部在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应该说 它的相关的 这些科技发展 都会受到限制 另外呢 像这个 美国这边的 这个 应该是中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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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 这个通用电器 通用电器和 这个中国航空当中的 一个重要的公司 就是生产 那个 C919的 那个大飞机的 那个公司 是一直在合作的 现在呢 已经 对 已经被定义为 这个军方的企业了以后 这块合作 现在应该说很快 就会被限制起来 那你就想啊 这些高科技的 这个 限制了以后呢 那只能 最后呢 中国现在只能走 所谓的 这个自力更生 习近平呢 已经在这个 省部委 这个领导干部 这个 这个 学习班的 开班式上 他已经讲到了 就是高科技这部分 我们自己 必须要自力更生 把那些 卡脖子的 那些产业 那些产品 一定要突破 现在呢 包括科技部 国防科工委 都已经下了 很大的力量 就准备在这 要做突破 但是我们在西方 生活了这么多年 我们多少都知道 这个科技这部分的 这个 升级换代啊 这个是需要 有几个基本的因素 是需要呢 说比如说 是开放的这种 开放的空间 开放的思维 创新的这种 这种环境 这些环境 才可能出现 像硅谷 这样的 就不断创新的 这种 这种原发地 那在中国呢 说依靠大国体制 大国体制呢 这种全 我们叫集中力量 办大事的这种方法 是不是能够突破 这一个瓶颈呢 其实呢 我们说过去 曾经有过原子弹 对吧 中国曾经有过原子弹 这个火箭 运载火箭 现在呢 还能上到月球上去 把这个样子都拿回来了 是不是就可以 在这些其他领域 就有突破呢 我不否认 但是啊 这个突破 不是像原子弹 一下爆了 就说明 爆炸成功了 就说明我拥有了 这个能力 而是要 像芯片一样 不断的更新 换代 升级 这个过程 可不是一个 说靠一个专制体制 能够解决的问题 就像我们现在 很多的学者啊 在国内 在呼唤说 把Google给我们开开吧 把Google开开了以后 我们至少能够看到 横向的那些 这个同行们 他们研究的成果 但是Google开不开 为什么 因为开开了以后 副作用太大 把那个对党国不利的 那些因素 都给带起来 所以呢 就不能够开放 所以你就想啊 这些限制 确实是客观上 阻达了这个方向 所以我的观点呢 是 其实呢 自力更生 可能呢 在科技领域上 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我想可能在后续 很快我们会看得到 很快会看得到 我已经前一段 已经做了一个 基本的一个想法呢 就是这个中国经济 在未来 它现在已经失能 失能 就是后续呢 可能在 在跟美国的竞争当中 会逐渐的 就是走向下风 这个是我的基本 当然 星哥可能不同意啊 另外我可能有色 眼镜带的太多了 这个不过 不过个人 有个人的观点 谢谢恒星的分析啊 这个谢谢刚才星哥 跟这个喜先生 还有李先生的这个提问啊 我们刚才刘文版上面 有很多人 对中国的经济 有很多讨论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也对台湾啊 到底是台湾人 台湾人 中国台湾 有很多不同 不同的看法 所以首先 这两个意见啊 这个大家都受到关注 不过我们这个平台 就这样 因为时间有点晚了 我们也不方便 再继续下去 我们这个平台 就是希望 实事求是啊 希望大家 针对一些意见啊 能够能够交流 然后彼此尊重 彼此提醒的看法 就是因为 透过这样的一个 脑力激荡啊 彼此之间意见的交流 可以让 听听不同的声音 为什么这些人 会这样想法 为什么那些人 会有不同的想法 不同的观点 这是我们最主要的意见 那最主要就是 能够彼此尊重彼此 彼此尊重彼此的 自己的看法 然后意见交流 然后让大家能够 达到某种程度的 一种一种共识 谢谢恒心 谢谢 谢谢赵平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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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歌 观众 谢谢 新歌 习先生 跟这个李先生 跟我们一起交流 谢谢 谢谢 谢谢所有的民进观众 对我们的支持 我们今天大新闻 就到此高中 希望明天 继续观看我们节目 后天 这个拜登总统 就要宣誓就职了 还有很多事情 要来跟大家来讨教 好 谢谢 我们今天节目 就到此高一段落 我们明天再见 好 谢谢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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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